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美虫 韩国的才华少爷上班的方式你绝对想不到 直接乘专机来到空中 瞄准集团楼顶就跳了下去 空中舒服的躺一会儿欣赏美景 最后跳伞降落到楼顶的停机坪 西装革履的去上班 今日,这家酒店正在面试实习生 可是一轮全都不满意 直到一个女孩走了进来 她叫天四郎 毕业于两年至大学 原本按照酒店的标准 四年至的学士是入门的门槛 四郎的学历完全不合格 是审查环节出现失误 她才得到了面试机会 面试之前,四郎的高跟鞋斜跟断了 她便装作眉断的样子 依旧昂首自信地走了进来 面试官让她弹首钢琴曲 但其实现场根本就没有钢琴 可四郎却装作面前友情 依旧认真的弹奏了起来 面试官嫌她弹的曲子不够高级 四郎便说弹钢琴只是她的业余爱好 而非专业 面试官未知可否 最后还要看她的笑脸 这是酒店工作人员的必备技能 四郎露出招牌式的笑容 她笑容不仅是她面对客人的标配 更是她的人生哲学 面试结束后 四郎觉得自己铁定没戏 干脆跟两个闺蜜去夜店蹦迪 可谁承想四日一到她便收到了酒店的录用通知 四郎兴奋其望 要知道这家酒店可不寻常 它是韩国数一数二的王者集团旗下的酒店 是多少酒店人梦寐以求的地方 此时的四郎绝对想不到 自己将在这家酒店收获的不仅是事业 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她叫巨元 是王者集团会长的独生子 可谓年轻英俊多金妥妥的白马王子 应父亲的要求 巨元来到集团的运营组实习 打算从基层做起 他来上班的方式十分特别 乘坐专机来到空中 再通过跳伞的方式降落到集团顶部的停机坪 安全着陆后 巨元一一卸掉身上的装备扔在地上 在耍帅还没一分钟就接到了电话 原来他降落到了集团隔壁的建筑 片刻后巨元和一众实习生出现在公司 巨元踩点到达岗位 被上级认定为迟到 见巨元从头到脚一身的名牌 上级嘲讽他是假豪门 上班第一天 巨元就悠闲地坐在工位上 同期的小眼镜交代他 要假装忙碌的样子 也不能穿得比领导高级 巨元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转正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时上级呼叫实习生 小眼镜急忙出现 并向巨元示意 巨元这才蛮悠悠地来到上级面前 接过了影印的工作 巨元根本不会复印 小眼镜来帮忙 发现碳粉没有了 上级走来提醒他 可能是感应器的问题 需要摇晃一下 在上级的指示下 小眼镜大力摇晃进来 毋用力过猛 盼粉爆出 喷得满地都是 更高位的领导走来问责 上级把所有事推到小眼镜身上 巨元为他打抱不平 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却被当场解雇 巨元不以为意 立马打电话给崔李氏 一听到崔李氏的名字 领导立刻询问巨元的名字 当听到他名字瞬间 领导认出他是会场的儿子 正好巨元也不习惯职场生活 被解雇整合他的意 在走之前他戴上了小眼镜 当晚姐姐给了他 王者酒店的VIP卡 让他在酒店内赞助 等待够了便去英国留学 当然姐姐这么做 并非是为了巨元好 姐弟俩同父异母 姐姐自小便盼着巨元消失 如今更不希望弟弟来与自己 抢夺集团继承人的身份 巨元对此心知肚明 他接过房卡来到酒店 现在的他并无心争夺几成全 巨元入住酒店的那天 也是四郎入职的第一天 酒店里四郎努力学习 认真微笑 但却被派去了酒店的健身房 健身房前辈安排他专门擦屁汗 也就是健身仪器上 顾客臀部留下的汗液 前辈甚至打击他称 真正的酒店是从一楼大厅算起的 他们只是穿着运动服的健身房服务生 根本算不上酒店的接待员 尽管被前辈打击 可四郎仍然保持着专业的微笑 健身房里有不少奇葩 这不四郎入职的当天便碰上了 是个穿着老虎头短袖的油腻男 男人看上了四郎 还专门托前辈给他送了信和小费 里面还附了张房卡 四郎断感被自作多情的男人侮辱 当即便气势汹汹的去找男人算账 出来也巧 剧园刚好也买了一模一样的老虎头短袖 又恰巧在那个时间跑到健身房去锻炼 这不四郎见到穿老虎头短袖的 也不问清楚 便直接让跑步机疯狂加速 害剧园当场摔了出来 还没等剧园摔明白 四郎便警告他 要是下次再敢这样 自己便要他好看 剧园说了个一脸懵 对着离开的四郎大呼小叫 姐姐却让他别在自己的酒店大吼大叫 当然严格来讲 酒店还不是姐姐的 但姐姐是酒店的理事 对员工的去留有很大的权利 之后姐姐检查酒店时 遇见了四郎 当初面试四郎的面试官便是他 四郎向姐姐表达感谢 姐姐便趁机考大一些酒店注意事想和英语使用情况 对于实习生 姐姐的问题其实已经超高 可没想到 四郎却完美无误地回答了出来 这令姐姐对他刮目相看 并下令将四郎调到大厅服务 经理觉得四郎简直是走了狗屎运 可惜问下来才发现 四郎的勤奋和优秀都藏在了暗处 原来四郎不仅熟知酒店知识 还精通四国语言 他还能熟练使用中文和日语 而且无论任何时候都保持着专业的笑容 但经理就是不喜欢四郎 专门鸡蛋里挑骨头 同一时间 巨园的退房时间到了 姐姐连连催促他离开 此次离开 巨园将去英国留学 姐姐自然是巴不得 巨园也答应姐姐 自己不会再回来 那个午后 巨园和四郎同时望着这家酒店 他们一个要留下 一个要离开 原本在无交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擦肩而挂的那一刹那 缘分早已注定 后来的日子里 四郎顺利调缺大厅 聘期也延长了一年 此后的七年时间内 工作上四郎先后被评为 优秀职员 最佳亲切员工 后晋升为正式员工 生活上其中一个闺蜜结了婚 四郎也交了男友 一切都蒸蒸日上 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 巨园在英国读书 生活 毕业 还好有小眼镜在身边陪伴 他不至于太过孤单 七年后的某一任 巨园收到来自国内的快递 里面放着巨园母亲的资料 巨园突然改变了心意 决定回国 回国后身为会长的父亲 依旧让儿子去集团上班 集团有酒店 航空 以及物流三大部门 随便选哪个都可以 姐姐以弟弟还未完成学业为由 试图阻止 不想巨园却答应了父亲 并提出自己想在酒店上班 父亲文言很高兴 甚至表示他将凭能力和表现 在姐弟俩中间 选出集团的继承人 和家人去了一晚后 巨园便又来到酒店入住 此时的四郎已经成了酒店的前辈 开始负责实习员工的培训 今日经理吩咐四郎去豪华套房 寻找客人落下的手机 四郎却刚好肚子疼 为了不影响工作 四郎只能憋着 见到豪华套房后 却实在无法忍耐 干脆在卫生间里排泄了起来 好巧不巧 那间套房刚好是巨园入住的房间 巨园回房找文件 想顺便拿手机 不知情的四郎 却手箭地拿起一边的遥控器 把管起来 遥控器是用来切换卫生间玻璃透明度的 四郎觉得新鲜 还连按了好几次 巨园发觉 卫生间似乎不对劲 走过去时 四郎正好将卫生间的玻璃切换成了全透明的 这下可好 他蹲马桶的画面 被巨园紧收眼底 四郎简直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巨园还算证人君子 二话不说 赶紧掉头出门 四郎匆匆冲了马桶 走到门口时 却让巨园先走 巨园却不肯 他还急着拿手机 说话间 巨园掰开了房门 毫无准备的四郎就这样扑进了这个男人的怀里 巨园无语地冷着脸 四郎半天才反应过来 他赶紧致歉 巨园一看 眼前的正是七年前 让自己摔出跑步机的女人 觉得丢人的四郎快步离去 巨园就追了上来 四郎赶紧恢复标准的酒店式笑容 在巨园的提醒下 他这才想起了七年前的跑步机事件 可到现在 四郎还以为巨园就是当时调戏自己的变态男 还扬言自己对他一顶点兴趣都没有 巨园却抢先一步走进电梯 还一脸得意地纠正了四郎的话 不是一顶点兴趣 而是一丁点兴趣 看着巨园潇洒离去 四郎直督呢 这人真当胃口 他只盼着日后井水不犯河水 再别碰上了 可谁知道缘分的安排就是这么奇妙 巨园被父亲安排成为酒店的部长 马上便要举行就职典礼 巧得是 四郎作为酒店的最亲切员工 需要代表全体员工向部长献花表示欢迎 巨园帅气上台 四郎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家伙居然就是部长 献花时四郎故意拿花挡着脸 巨园却一把按下花 四郎赶紧又是专业微笑 又是鼓掌欢迎 就职典礼结束后 四郎掉头就走 巨园却故意将他留下 他想知道为什么四郎将自己成为变态 四郎说出七年前的健身房事件 巨园却大喊冤枉 他还扬言 四郎根本就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自己就是打死都不可能看上他 四郎这才知道 误会了巨园便赶紧陪笑 巨园却厌恶恶这种虚伪的笑容 四郎若是在笑 自己便要开除他 巨园的话反而让四郎轻松的不少 他收起强装的笑容 并为健身房事件向巨园真诚的道歉 四郎走后 巨园像个孩子无辜的摆摆手 本以为以后大概不会有什么交集 可拿想 命运早有安排 为欢迎巨园新官上任 会长父亲特意组织的聚会 四郎又被选为员工代表出席 聚会开设在贵宾楼层的赵永厅 四郎虽是酒店的老员工 却还是第一次来这里 眼前的金碧辉煌令他此生难忘 聚会上会长让四郎代表员工致辞 四郎落落大方地露出标准式笑容 至此中还特意将巨园吹捧成品材兼优的完美男子 巨园却撇撇嘴真虚伪 轮到巨园发言 他却故意对着四郎 四郎知道这家伙是跟自己杠上了 还好四郎也并非一无所获 为奖励四郎的大方 会长得一名厨师将鲍鱼最珍贵的部位切给他 回家的公交上 四郎抱着椅子泡沫箱子 里面装的便是传说中 价值七个亿的鲍鱼 四郎联系男友 他想跟男友分享鲍鱼 可此时男友却在外地和球赛同好聚会 对四郎的战利品似乎毫无兴趣 四郎提醒男友 明天他们约好了要去南山 男友的态度就仍然敷衍 四郎刚挂转电话 不想公交忽然来了个急刹车 怀里的泡沫箱子摔到了地上 四郎一看 他最珍贵的战利品居然是个鱼头 虽然害怕 可四郎还是小心翼翼的将鱼头保回了家 最后和两个闺蜜分吃了起来 鱼头让四郎感受到自己卑微的处境 可这些都没关系 夜里四郎翻开手账本 那是他成为酒店接待员的梦想记录 里面有张画 画的是他和母亲 背景便是多年前的王者酒店 原来四郎之所以想在王者酒店工作 是因为童年时曾和母亲一起去这家酒店的回忆 那是他此生最美好的记忆 想到这里四郎又恢复了笑容 次日一位女演员来到酒店 也要求免费升级成豪华套房 作为交换 她会在社交账户上给酒店打广告 面对客人的无理取闹 四郎只能一遍遍重复酒店要求 无法免费升级豪华套房 刚好这一幕被巨员撞进 剑员工被欺负 巨员直言女演员就是个无奈 让四郎直接叫警卫将人轰走 女演员却不罢休 还在前台大呼小叫 四郎却只能一次次赔礼道歉 见状刚刚离开的巨员又折返回来 他让四郎立刻去自己的办公室 并将躲在一边看戏的经理 叫了出来应付此事 办公室内 巨员让四郎往后别再安静地站在园里 听无赖胡说八道 四郎却称这就是他的工作 即便是客人有错在先 他也不能出言顶撞 这些规则本就是巨员 这些高高在上之人制定的 四郎的话让巨员沉默了 他转而让四郎千万别问自己 任何私人问题 四郎一脸懵 经小眼睛解释才知道 原来作为酒店的最亲切员工 他被安排和巨员一起出席直播访谈 需要担任主持 向巨员问问题 访谈前任 男友如约和四郎去爬南山 可好不容易费尽力气 才爬到山顶 男友接了个电话 便要拉着四郎去参加同学会 四郎不想去 男友却急匆匆地在山上挂上爱情锁 照规矩 挂完锁后 钥匙是要扔下去的 如此相爱的两人才能被锁锁住一生 可四郎却发现 男友扔下去的并非钥匙 被戳穿后 男友强行解释 又将钥匙挂在了锁上 随后拉着四郎下山参加同学会 可他们谁都没有发现 那枚钥匙从锁上掉了下来 到了同学会 四郎更是发现 里面全是女的 男友将她晾在一边 不管不顾 说只是露个脸就走 却和女生们玩得别提多害 见四郎有些生气 男友便说自己跟大家道个别就走 可一进去 男友又忘了四郎的存在 直接和那群女孩玩疯了 看着这样的男友 四郎苦笑一声 随后独自离去 这个晚上 巨员的心情也不好 她的母亲当年在这家酒店任职 巨员想在酒店系统内 查出母亲的相关信息 可无论是母亲的名字 还是员工编号 系统内都显示查无数据 郁闷的巨员外出赞心 正好一位男友而沮丧的四郎 也来到了同一个地方 遗憾的是 两人并立在风景的两侧 却从未发现过彼此 只致他们转身离开 四日巨员在机场等候四郎 今天他们要一起去外地 做直播访谈 巨员正等得不难反 不想去见四郎长发飘飘 模样优雅地走了过来 巨员当场眼貌惺惺 她还是第一次发现 原来四郎这么美 秘书小眼镜恶性随和 跟四郎以凶威相争 巨员却似是有些吃醋 当场辨命小眼镜 别管四郎叫妹妹 巨员还让四郎给自己拿行李箱 四郎却机智地躲了过去 不想行李箱 直接撞上了对面的金链子 金链子恼了 四郎和小眼镜眼尖地再次躲开 巨员只好边道歉 边给了金链子一百万了顺 这一幕看得四郎直乐 这位傲娇的少爷似乎也没那么难相处 抵达酒店后不久 直播访谈进入了倒计时 四郎正认真地背着提问港 同时却递来一份修改版的提问港 让他以此为准 四郎还不知道这是巨员姐姐故意安排的 访谈开始 巨员一身闪耀走向舞台 四郎顿时呆住 他起身 巨员走来 二人双目对视 四郎才发现 眼前的巨员想及了他梦想中的白马王子 四郎平复心情 进入工作状态 见四郎有些紧张 巨员嘲讽他没见过大场面 四郎也反击巨员打扮得就像个香巴佬 还特地输了索哈顿发型 巨员特意用手机搜索 这才知晓 四郎笑他输着被牛舔过的发型 拍摄开始 四郎在镜头前露露大方 一脸笑容地介绍着酒店 到了采访环节 四郎提到巨员母亲神 他却忽然沉默 起身提前离席 妈妈这个词刺痛了巨员的心 实际上巨员在很早前就没见过妈妈 连她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她努力强撑着即将失控的身体 忍住涌出了泪水 在情绪稳定后 巨员拿过访谈提问表 发现上面的问题全是和母亲有关 巨员将表格像天女散花般扔掉 让四郎问些他真正好奇的问题 四郎尴尬了几秒 提起了身后的晚霞 两人起身背对众人欣赏着晚霞 镜头拍下这唯美的一幕 但四郎看得出巨员有些不对劲 隔天的拍摄中 四郎带着自然迷人的笑容 站在巨员身边 巨员做不到假象 暗自吐槽四郎做作 在两人的亲密互动中 无论是做爱心手势 还是摆出爱心的形状 巨员的身体都十分僵硬 完全不愿配合 一副高冷的模样 四郎忍不住质疑他 是不是不会笑 巨员为了面子 在镜头前生硬地勾起嘴角 这番皮笑若不笑 把摄影师吓了一跳 相比于不笑 讥笑更让人感到恐怖 看到巨员的表情 四郎忍不住笑出了声 巨员非常无奈 只想着赶紧结束 这无聊的拍摄 接下来要拍搭船出海的画面 巨员应摄影师要求 一脸严肃地拿起鱼来摆拍 仿佛跟鱼有什么深仇大恨 巨员配合着摄影师的吩咐 晃动着手中的鱼 没一会儿就失了耐心 把鱼扔进了海里 摄影师没办法 只好结束拍摄返程 不巧的是 巨员两人所在的船 忽然无法发动 船厂见天气不好 建议先到岛上避一避风浪 巨员不愿意 但不接受的后果 就是自己游回去 文言巨员不再争取 乖乖闭嘴听话 来到岛上时 已经天黑 船长为他们指明了住宿的地方 四中一片漆黑 手机也没有信号 巨员不禁有些害怕 他赶紧追上四郎的步伐 小心翼翼跟在他身后 巨员嘴上说着不害怕 却被一只忽然飞过来的鸡 吓得心惊歹战 为了在四郎面前逞强 还强行壮胆 走在前面带路 一边走着 一边虚视打拳 展现自己身为男人的英勇 当他一转身 看到前方出现一位白衣老人 巨员受到惊吓 当场晕倒 不多时 巨员睁眼醒来 环顾四周 全是符咒和鬼面 屋子里的白衣老奶奶在磨刀 巨员脑海中出现了不好的联想 巨员被吓得魂飞魄散 大喊着四郎的名字 他拼命寻找其他出口 不小心被门槛搬了一下 摔倒在四郎面前 老奶奶以为他和四郎是一对 忍不住吐槽这个看似壮实 内心胆小的男人 被让他好好对待四郎 刚刚巨员晕倒时 是四郎一路把他背来这里休息 听着老奶奶的打句 四郎澄清 两人指示职员和老板的关系 巨员也不服输 跟四郎斗起嘴来 解释自己才不是阿猫阿狗 一旁的老爷爷端上了饭菜 老奶奶拿出珍藏的酿酒 给两人尝尝 巨员被四郎取笑 若不禁风 酒量应该不太好 便赌气地拿起碗 请老奶奶帮他倒满 四郎不服输 也拿起碗接酒来喝 但在喝下第一口 两人就感觉到 这酒度数不低 但为了不输给对方 他们一碗接一碗地喝着 直到喝得头晕眼花 两个冤家喝到微醺 还是不停地拌嘴 四郎受不了巨员的唠叨和命令 罩着他的脑门 打了一巴掌 巨员被气疯了 但又无可奈何 接着酒意 四郎说出了自己的心酸 他每日面带微笑 都是被生活所迫 有时他内心难过 却依然要微笑待人 希望别人看到他的笑容 也会开心 他羡慕作为富二代的巨员 不用理会别人的眼光 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 但四郎了解到的只是表面 巨员不爱笑 也是戴着面具 来掩盖脆弱的内心 晚风吹过 扶起四郎的发生 巨员看着他微醺的脸庞和笑容 感到越发的迷人 巨员一巴掌打醒自己 命令四郎以后 在他面前不许笑 四郎才不会听话 还闹着要巨员给自己倒酒喝 看着四郎真实可爱的笑容 巨员忽然对他有些心动 喝完酒 两人醉醺醺的打开房间门 走进屋内倒头就睡 隔天醒来 四郎还没酒醒 站起来小头袜子 一下没站稳 往前扑去 隔开两间房的门帘 被他扯下 而他摔在了巨员身上 四郎迅速酒醒 闪躲到一边 这是他才发现 这是用门帘隔开的 简易两间房 两人约等于同住一室 巨员走到他面前 用手撑在墙上 两人的呼吸近在咫尺 四郎本以为 他对自己有非分之想 结果巨员只是一手 拉开了窗帘 这间近于海边的小屋 可以看到最原始的大海 清晨的阳光洒落下来 水面波光淋漓 一切看起来宁静又美好 老爷爷推出一辆自行车 让巨员载着四郎到处转转 四郎原本不想和巨员 投坐一辆车 那光平双腿前行 会来不及在搭船前 看完岛上四分之一的风景 四郎也想去看看岛上的尽头 只好拉住准备起走的巨员 一脸笑容地看着他 四郎轻轻抓住巨员的腰 感受着海风拂面 在岛上游览了一圈 他们回到小屋 准备结账离开 老奶奶竟然试得大开口 要收取67万的费用 巨员不想和他争执 拿出手机扫码支付 但老奶奶不懂这种结算方式 以为两人是要赖账 这时船长走了过来 四郎正想让他帮忙理论 没想到船长居然是 这对老夫妻的儿子 四郎看出不对劲 这分明是船长联合自己家人 来坑游客 四郎开口和老奶奶砍价 所谓的豪华套房 以及景区里的各种收费 最多也只赚35万 有钱也不能当冤打头 船长担心被举报 答应了四郎开出了价格 在回去的路上 巨员觉得区区一点小钱 何必跟他们一般见顺 四郎不认同他的想法 况且那家人分明是来坑游客的 四郎不能容忍他们这样的做法 四郎认真的太多 让巨员对他有了感官 四郎还向巨员道歉 昨天他看得出 自己提到妈妈一词时 巨员眼里透露着悲伤 巨员假装不在意 但在听了四郎的道歉后 心情轻松了许多 出差结束 父亲因巨员愤然离席一事 大发贫气 巨员一脸不在乎 视频得到了广泛好评 有好的效果便一切足矣 爸爸认为这个儿子太过任性 在爸爸看来 无畏的亲情爱情根本没有必要 只有守住金钱将财产一代代传承下去 才是成功的人生 巨员看着冷血的父亲和姐姐 面对姐姐的一再挑衅 他对这个家早已失望透顶 此时四郎出色的工作表现 得到了巨员爸爸的认可 当着众人的面将他从当前酒店 升到王者酒店任职 另一边巨员在翻看 他和四郎拍摄的宣传照片时 被四郎亲和的微笑吸引住 忍不住放大来信息欣赏 小眼镜忽然出现 向他手忙脚乱 男机把页面切换到自己的照片 小眼镜向巨员汇报工作 在对方离开后 巨员花痴般地盯着四郎的照片 碰巧页面弹出一个心理测试 可以测验对对方的感觉 巨员一直答题到天黑 他忽然发现 四郎在他心里 已经成为了一道不可磨灭的光 终于测试结果出炉 结果显示巨员还陷在单脸中 并鼓励他勇敢地去追求真爱 巨员明白了自己对四郎的心意 急忙起身去找对方 并买了一盒四郎喜欢的马卡龙送给他 正当巨员想叫住四郎时 一个男人将他紧紧抱在了怀里 见状巨员一脸落寞地离开了现场 这个人就是四郎的男友 他表面上是来和四郎道歉 尝试挽回这段恋情 实际上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还记错四郎想去旅游的地方和想吃的美食 四郎看出他的虚伪 想找个地方聊聊 男友拉住四郎 他跟同好或的朋友约好 没时间再找个地方慢慢聊 四郎心灰意冷当场提出了分手 与此同时 巨员发现自己竟为了四郎吃醋 这种感觉实在是荒谬 巨员生气地将礼物扔出车窗 却被后面的交警抓个正招 经验丰富的交警看得出 巨员买来礼物 又没送出手想扔掉 肯定是被一个漂亮女生伤了心 交警一语道破 这种女生平日里总是带着笑容 最容易掳获人心 收集备胎 巨员尝试反驳 微笑是四郎的工作 交警断定他已经沉沦 见他可怜 连罚单都给他免去 两人争论了一番 最后变成在深夜的街头 两个大男人坐在路边 大谈感情心得 和男友分手后 四郎趁着休假 回到家里小吃店帮忙 满脸笑容 又亲和的四郎 伸手客人的喜爱 奶奶虽然着急 他的终身幸福 但听说他和男友分了手 必定是因为男友 做了错事 惹孙女生气 也赞成他回归单身 奶奶希望四郎找到一位 把他捧在手心上的好男人 不知不觉中 巨员已经深受四郎的影响 他说过的话 都在巨员心里留下了痕迹 当高傲的姐姐 对巨员百般讽刺时 他会用四郎说过的话反驳 人生来应该受到平等对待 也会在面对小眼镜 想私下耍手段 争取高营业额时 让他使用正当行为赚钱 四郎进程后 换了新的制服 带着往日的微笑 跟着新经理来向巨员打招呼 看到四郎的刹那间 巨员呆愣在原地 四郎展现着他那迷人的笑容 一颖一笑 击中着巨员的心 巨员回过神来 又摆出一副既冷漠 又瞧不起人的态度 交代经理好好教育四郎 等四郎离开后 小眼镜也察觉出了不对劲 巨员刚才的行为 会让人误以为他喜欢四郎 就像小学生般 明明喜欢对方 但不敢表白 想引起别人注意 所以就动歪脑筋 欺负对方 巨员嘴硬不承认 自己喜欢四郎 小眼镜也是没有眼泪架 一键三连说出巨员 没幽默感 不体贴 又不受欢迎 难怪谈不了恋爱 小眼镜这么说的代价 就是被巨员扔出办公室 新的一天开始了 姐姐和巨员也展开了 激烈的竞争 她在一天内 走遍公司旗下的行公业 制定了新的业绩目标 雷雷风行的手段 让员工感到色色发抖 为此巨员也召开了 员工大会 商量对策 但在会议上 她的注意力始终在四郎身上 完全没留心 精力在汇报工作 四郎想去 巨员还是决定和四郎谈谈 她发送信息后 一直焦虑地盯着手机看 等着四郎的回应 直到等得不耐烦 巨员便一个电话拨过去 但却无人接听 四郎正忙着和闺蜜们聚会 巨员拿着手机等了一夜 一气之下主动去找四郎 学问她为何不回自己信息 原来四郎不知道巨员的号码 还以为昨天的来电是骚扰电话 巨员只好将自己的名片给了她 并约她一起吃晚饭 但四郎不想和她私下联系 想有什么话现在说 而且想约别人吃饭 应该提前询问对方是否有空 四郎的坚持让巨员无奈 只好应她的要求 一字一顿地问她 尽管如此 四郎还是当面拒绝了巨员的邀请 他觉得和巨员一起单独吃饭会很尴尬 巨员被气得拂袖而去 倔强的四郎勾起了巨员的胜负欲 他今天一定要跟四郎吃上晚餐 巨员吩咐小眼镜 以迎新会的名义 把四郎约到酒店的日式餐厅里 巨员按时来到餐厅 他远远就看到四郎一脸温柔地和自己对视 正当巨员缓缓走进餐厅包房 他发现除了四郎全体员工都在 巨员被吓得退出包厢 原来小眼镜误会了他的意思 以为巨员真想和大家一起欢迎四郎 事到如今 巨员只好被迫参与这次聚餐 用餐时巨员一直盯着四郎 发现他没有动过筷子 以为他不喜欢吃生鱼片 马上安排小眼镜去隔壁餐厅 为他准备牛排 过一会儿三种不同的牛排摆在四郎面前 得到如此明显的区别对待 让四郎感到压力巨大 巨员见四郎迟迟不开动 还打算让小眼镜替他切好 四郎赶紧自己拿起刀叉 切下一大块牛排 将热腾腾的肉塞到嘴里 事后四郎对巨员今晚的态度感到疑惑 打了电话让他来到餐厅外面 一碰面就质问他为何让自己难堪 但这并不是巨员的本意 他只想私下见四郎一面 看他不吃日料才特意点了牛排 可惜巨员的好意在四郎看来是一种负担 他的学历不符合公司标准 在破格晋升后 今晚又遭到区别对待 同事们对他只会更加不满 四郎一心要远离巨员 恢复原本互不相识的关系 这样巨员想不通 自己到底哪里做的不对 心情郁闷的四郎回家后 来个闺蜜给他准备了生日惊喜 明天是四郎的生日 男人不知道四郎已经和男友分手 还特意买来性感睡衣送给他 让他明天和男友过一个火辣的生日 四郎只好坦白 自己已经和渣男分手 没有男人不要紧 有好闺蜜在身边 一样可以喝着啤酒狂欢 在四郎眼里 高高在上的富二代巨员生活优渥 完全不需要看别人脸色 但生活里的恶中苦楚 只有巨员自己知道 一直对他虎视眈眈的姐姐 总是想方设法要将他从酒店赶走 巨员无心和他争权夺利 他只想留下来查出真相 想知道为何妈妈会狠心抛弃他 晚上下班后 前男友出现纠结四郎 拿着花来接他 丝毫不理会 四郎曾提出分手 四郎对他非常失望 他从来没有将四郎的话放在心里 如今四郎已经将他放下 再也不想与其纠缠 伤心的四郎独自来到城市的高处 一边淋着雨流泪 一边俯视着夜景 悲伤正在侵蚀他空洞的内心 这时巨员来到他的身边 撑起一把大伞 为他遮风挡雨 原来这里也是巨员常来的地方 四郎想离开时 不小心崴了脚 正好倒进了巨员的怀里 两人四目相对 四郎一双泪眼望着眼前深情的巨员 巨员莫名其妙地心疼他 坚持要送四郎回家 车外下着庞陀大雨 车内是温暖的避风港 发泄过情绪四郎 很快就在车里睡着 巨员细心地拿过毛毯 盖在他身上 安静地凝视着他熟睡的脸庞 每一次见面 这个女生都让他有不一样的感觉 雨停后 巨员停下车叫醒四郎 拿出自己刚买好的衣服 并带他来餐厅吃饭 怎么说今天是四郎的生日 四郎看着袋子里名牌衣服和鞋子 有些忧郁 想到自己被大雨淋湿 换上也无妨 等他换好衣服出来后 才发现巨员也换了衣服 两人穿的还是情侣装 服务员误以为二人是情侣 特意为他们拍下合照 巨员见四郎有些不自在 解释自己只是随手挑了衣服和鞋子 并不是有意为之 穿这身总比穿湿衣服要好 实际上 衣服是他挑选了许久才看上的款式 鞋子是他在车里对着四郎的脚比划半天 才找到适合他的码数 巨员不知四郎爱吃什么 点了一桌的美食 让四郎随意选择喜欢吃的食物 巨员的行为让四郎直呼浪费 文言巨员趁机询问四郎的喜好 以便下次杜绝浪费的行为 四郎呆呆地看着巨员 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回过神后 四郎提出这顿饭由他请客 他从来没有过生日的习惯 这个日子让他莫名感到狼狈 很多人会在生日这天许下美好的愿望 四郎却早已看穿 与其怀抱希望后又失望 倒不如放弃所有期待 巨员看穿 他在用假象安慰自己 用虚假的面具掩盖内心的真实想法 结账时 服务员念出餐费金额 竟然高达160万韩元 四郎大吃一惊 一脸勉强地递过银行卡 巨员一把抢购银行卡 立上自己的卡来支付 今天是四郎的生日 他可以拥有特权优待 把四郎送回家后 巨员还拿出一盒蛋糕送给他 这是他特意拜托酒店首席主厨制作的 四郎十分欣喜 展露出了笑脸 四郎拎着蛋糕回家 前男友从旁边走出 指责四郎一早就盘算好 有了别的男人 才会和他闹分手 面对前男友的无赖纠缠 眼见好言相劝无光 四郎拨通了报警电话 刚刚说了两句 就被前男友抢过手机 对方恼羞成怒 甚至怀疑四郎在脚踏两只船 渣男说出这般无耻的话来 让四郎更加确信 分手是正确的决定 他应该更早结束这段感情 四郎警告渣男 别再出现在自己面前 拿回手机后 头也不回地离开 前男友还想跟上前去找四郎 被巨员出面阻止 巨员好不容易 让四郎度过了开心的一晚 不能让这个男人毁了他的心情 巨员使劲捏住前男友的胳膊 警告他别再来骚扰四郎 把渣男赶走后 巨员看着四郎的家 露出了笑容 回到家里 四郎拿出蛋糕欣赏 忽然收到祝福他生日快乐的短信 四郎正想着该如何回复 发送信息的巨员 误以为对方不知道自己是号码的主人 迫不及待地拨通电话 他提醒四郎 再遇到前男友的骚扰 一定要马上联系他 还不忘亲口祝四郎生日快乐 巨员的话让四郎心头一暖 巨员看着两人的合照 他离女神又近了一步 闺蜜看到四郎挂起来的名牌衣服 大为惊讶 这个男人愿意为四郎挂心思 还送出昂贵的衣服 一定是对四郎有意思 出于礼貌 四郎也应该回赠礼物给对方 此时巨员正在办公室里 欣赏两人的合照 小眼镜忽然闯进来 无意间发现了照片 一把抢过来想要看个清楚 巨员赶紧把合照抢回 并赶走小眼镜 小心收藏这张有特殊意义的合照 这时四郎发来信息 询问巨员是否有空 巨员假装高傲 回复自己很忙 为时间四郎见状只好作罢 巨员心知玩笑开过头 接连发信息挽救 心急如焚地等待四郎回复 见四郎没有声音 巨员直接去找对方 四郎不敢对上他的目光 害羞地看着地板 向巨员发出下班后的见面邀请 巨员终于等到这一刻 努力控制着心里的雀跃 傲娇地表示 自己可以抽出宝贵的时间 与四郎见面 下班后 四郎来到巨员的车前 担心被同事撞见说闲话 四郎示意巨员放下车窗 送上一份小礼物 以示谢意 碰巧同事们经过和四郎打招呼 他用身体挡着巨员 以免被别人看他 做完礼物 四郎实际离开 不想占用巨员的宝贵时间 巨员也不再嘴硬 挽留他一起共进晚餐 四郎爽快地答应 提出这次由他来请客 两人来到一家人气饭店 顾客很多需要排队等位 这让习惯在高级餐厅 有专人伺候的巨员非常不适应 而且等待的期间浪费了他宝贵的时间 对这些有钱人来说 时间就是金钱 文言四郎有些不开心 提出要离开 巨员连忙解释 现在他想尝试一下等待的滋味 对四郎来说 他早已习惯不论做任何事都需要等待 等待两久 两人终于上桌 巨员配合着四郎 忍耐着嘈杂的环境 和他一起大口喝着生啤 品尝多种花样做出来的铁板牛肉 在看到厨师竟能拿鸡蛋 做出一个爱心形状时 巨员大为惊叹 不忘拍下照片 在四郎身边 他经历了很多没见过的新奇事物 巨员期待着下一次约会 四郎却认为可以到此为止 他和巨员单独吃饭会感到非常不自在 巨员给四郎特权 以后他可以自在地对待自己 巨员会让四郎逐渐适合跟他约会 两人一路锁锁锁锁锁 关系得到了缓和 次日四郎应同时的要求 认真地对各大贵宾和客户进行回访 邀请他们再次光临酒店 刺激业绩的增长 巨员出现在四郎的背后 不满他为了奖金赔笑脸 向客户们低声下气 完全不顾自己的体面 巨员作为酒店高层 当然不屑于做这种事 对于普通员工四郎来说 这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巨员这才意识到 员工为了拿到奖金费尽了心思 他决定把员工全部派出去 参加超级农夫周的活动 这原本是简介的提议 巨员体恤员工 拒绝派他们前去支援 如今想到活动有费用补贴 也许正是这些普通人所需要的东西 巨员一声令下 四郎再次接到临时出差的任务 乘坐晚上大巴 次日一早到达客户家中 接着要忙碌一整天 最后搭乘末班车回到首尔 四郎独自拉着行李来到山脚 想拜访客户 妇人告知四郎 已经有很多酒店派人来拜访过 客户指认了唯一一家酒店 让四郎不要白费心思 四郎还是想见客户一面 他独自拿着礼物把山涉水 到深山里去见客户 四郎看见路边似乎有一颗人参 他挖住人参 开心的直舵脚 一不小心滑下了山 放在路边的手机 一直想起巨员的来电 巨员知晓四郎出差 一直关注着当地的天气 生怕他遇到危险 过了许久 掉下山的四郎醒来 发现自己大难不死 他大声呼救 却无人回应 四周一片漆黑 四郎被吓得不轻 巨员一直联系不上他 心系四郎的巨员 直闯过一室 想得到姐姐的批准 允许他出动直升机救人 巨员心急如焚 不惜放下自尊 向姐姐鞠躬恳求 任凭他怎么说 冷血无情的姐姐 仍然不同意 为一个普通员工 出动直升机 是件劳迷伤财的事 巨员应该有自己 承担风险的能力 时间不等人 在这危机关头 巨员决定跳过姐姐的批准 坚持出动直升机 不顾小眼睛的阻拦 亲自去营救四郎 此时四郎独自在深山里 伸手不见五指 心中充满恐惧 索性巨员乘坐直升机感到 他看清四郎所在的位置后 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四郎一时没认出他来 被吓得魂飞魄散 但看清面前巨员的脸 四郎忍不住扑进他的怀里 仿生大哭 由于天气原因 外加直升机里 除了驾驶员没有别人 一时无法救他们上来 只能先行离去 留下巨员在此陪伴四郎 这可是重大失误 巨员一心只想快点来到四郎身边 完全没有具体的救援计划 只能坐在这里干等 四郎看见眼前这个男人 如此在意自己 不由得心头一暖 巨员安抚四郎 他会想办法让两人脱险 四郎还以为他有什么妙招 结果巨员只是拿出手机 拨打电话求救 四郎扑斥一想 没想到高高在上的巨员 有如此可爱的一面 次日才会有搜救队过来 他们只能再次等一晚 巨员嘴上说着会保护好四郎 实际上一点一想都把他吓得 悬缩在四郎身边 胆子还没四郎的大 这时在这深山老林里 两人忽然感到头领有亮光 以为是不祥之物 被吓得抱在一起 发出惨叫 原来对方是四郎一直在寻找的 那位山脚下的客户 在客户的帮助下 二人被成功营救 换上干净的衣服 见四郎为了工作如此卖命 明知天气不佳 还敢置身前往山中 巨员回想起来仍有一丝后怕 他对四郎许下承诺 以后不会再让他以身犯险 两人对视的这一刻 明显充满情愫 隔天一早 四郎在院子里帮忙打扫 巨员怕他累着 上前帮忙 结果没做过家务的他 拿着扫把使劲挥舞 不小心扫到石头 刚好打中四郎昨天受伤的地方 四郎趁机喊痛坐下休息 使唤巨员去工作 这个爱耍小聪明的可爱女生 把巨员逗得眉开眼省 巨员拿起笑把扫地 四郎则坐在一旁 开心地看着他 四郎将礼物送给客户 希望他考虑和自家酒店合作 将人参等产品 供货给他们酒店 客户很有原则 只答应了为第一皇家酒店提供服务 四郎正想说服客户 忽然想起自己昨天采来的人参 便拿来给客户鉴赏一份 客户发现四郎采摘的是一株珍贵的山绳 这需要累积三代人的扇形 才能有如此幸运 连客户自己活到现在 也只采过一株而已 客户相信四郎一定是个心地善良的女生 并握着他的手 请他考虑来山里工作 巨员见状 把四郎的手抽出来 紧紧抓住 代表四郎拒绝了客户的邀请 四郎为了答谢客户的救命之恩 想把这株山绳送给他 客户不愿意接受这珍贵的礼物 让四郎拿回去孝敬父母 四郎直言自己双亲已经不在 家里只剩奶奶一个 一旁的巨员这才了解四郎的绅士 客户将山绳打包好 觉得自己也沾了些四郎的福气 决定以后踩到上等山绳 就马上送到王者酒店 顺利完成了工作 两人请身离开山里 路上巨员尽现绅士风度 接过四郎手中的行李 四郎礼貌地向他表示感谢 巨员有些不满 他不想四郎对自己太过客气 显得十分生疏 无奈四郎现在看不懂他的心 小眼镜开车来几两人 并告知巨员 他为了救一个员工 把公司闹得人羊马翻 这件事已经传到了会长耳朵里 四郎这才知晓 巨员出动直升机来救他一事 还和姐姐大吵一架 巨员先行上车 本想让四郎坐在自己身边 没想到四郎毫不犹豫地坐到副驾 这是他身为支援的觉悟 一路上四郎和小眼镜聊得火热 小眼镜还让四郎请他吃饭 以感谢他担心了四郎一夜 一大早赶过来接他们回去 坐在后排的巨员不由地吃起醋来 明明是他救了四郎 怎么变成小眼镜和四郎单独吃饭 这完全不合理数 他坚决反对两人私下运饭 三人来到休息站 为了和四郎坐在一起 巨员要和小眼镜换过来 由他开车 结果就是四郎和小眼镜一起坐到了后排 边吃零食边聊天 巨员很无奈 只能一路用哀怨的眼神盯着四郎 四郎见巨员心情不佳 拿起食物递给他 见识四郎亲手喂过来 巨员扭动着身体张开嘴 向食物靠近 可小眼镜实在没有眼力架 抢走了食物自己吃下 巨员哀怨的眼神变成仇淑的利剑 在四郎面前 他只能努力压制着火器 小眼镜嘴不咸着吃了一路 以至于到了下个休息站 就直奔厕所 四郎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文言巨员终于忍不住开口 询问四郎为何从不关心自己 明明是他为了四郎做了那么多事 巨员的话让四郎无言以对 巨员将吃坏肚子的小眼镜扔下 让他休息一个礼拜 期间费用由公司报销 随后带着四郎离开 先把山参送到奶奶手上 完全不顾此刻生气的会长 正在等他见面问责 四郎拿着山参送给奶奶 巨员坚持要在外面等他 并在外偷看 四郎认真接待客人的样子 奶奶撞见正在门外偷看的巨员 了解到巨员是四郎的同事好 应是安排巨员帮忙当苦力 还要他穿着围裙削洋葱 巨员苦不堪言 一边削一边流眼泪 从来没拿过刀的他 把好好的洋葱削去了大半 奶奶被气得直马尖 但还是将一杯黑漆漆的补品 让巨员喝下去 巨员一口气喝完 才知道这杯东西 实际是尼秋加幼虫 恶心的他直奔门外顾了起来 四郎心真今天让巨员吃了不少苦 带着他来到市场 请他吃街头小吃 巨员吃得津津有味 还玩起抽抽乐的游戏 由于手气不佳 连续玩了十次都是熟 巨员不服气 很有没带钱包 便向四郎借钱 四郎坚局不同意 再玩下去就有赌博的成分 只会让他们数个金光 巨员没办法 只好一把拉过四郎 略带撒娇的语气 哀求四郎就让他再玩一局 四郎也是第一次 见对方如此娇羞的一面 无奈之下只好答应 这一次 四郎也参与到游戏中 竟真的让他们抽中巨无霸鲤鱼 两人开心的包在一起 这是巨员第一次 为事物产生渴望 并在最后真切地拥有它 这时四郎身边传来一声巨响 巨员马上将四郎涌入怀中保护 烟雾弥漫中 四郎再一次看到 巨员为了救它奋不顾身 两人正深情对摄 旁边的大叔提醒他们 刚刚只是在做爆米花时 发出了响声 巨员放开四郎 发现好不容易迎来的鲤鱼 已经掉在地上 补成鱼形 巨员跟着四郎回到饭店 巨员送上一束花给奶奶 奶奶表面上十分嫌弃 巨员乱花钱的行为 但还是做好饭菜招待他们 巨员第一次吃汤饭配泡菜 味道出奇的好 巨员大快朵鱼 奶奶还准备了泡菜和汤饭 给巨员带走 巨员第一次感到外界对他的善意 把四郎送回家门口后 巨员向四郎发出了约会邀请 一脸期待着他的回答 四郎想了想 害羞地笑了出来 点头同意巨员的邀请 巨员度过了开心的一天 回到家后 将奶奶给了汤饭和泡菜 分享给爸爸 就租饭榜后 爸爸想了解他不顾一切 动用直升机的原因 巨员毫不野生 表示自己当时非救他不可 爸爸听懂了巨员的意思 只希望他以后做事 可以先衡量是否值得 再去实施 同时父亲希望 以后可以有更多机会 与巨员一起吃饭谈心 父亲难得露出温情的一面 巨员内心感动 眼泪溢满了眼眶 次任一位名愿 又丽的生日派对 在王者酒店举行 四郎作为工作人员 看着巨员和又丽 十分熟络的样子 有了吃醋的感觉 特别是在听到 两人可能要去约会时 四郎还把脾气 发到了小眼镜身上 心情不佳的四郎跟闺蜜 一起唱歌跳舞发泄情绪 闺蜜点了许多外卖 派送小哥接连送货到门口 听到了门铃声 四郎唱着rap 一路来到门口拿外卖 被忽然造访的巨员撞见 尴尬的场面令四郎呆愣在原地 倒是巨员毫不介意 地上外卖员送来了炸鸡 想进屋跟他谈谈 没等四郎给出反应 巨员闯入四郎的家中 把正在扭动身体的两位闺蜜 吓得大声尖叫 闺蜜俩不知道 眼前的巨员 就是四郎一直向他们 吐槽的当事人 无意间爆料许多 四郎在巨员背后说的坏话 直到昨天 他依然在咒骂巨员 他曾大骂巨员 是无赖本部长空降兵 去上班只是做作样子而已 巨员见自己 之前对四郎态度恶劣 给闺蜜们留下不好的印象 只好谎称自己是集团的科长 巨员提出想和四郎单独聊聊 闺蜜俩实相地离开 给二人留下私人空间 巨员了解到 自己在四郎心里的面目是如此不堪 他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坦然接受 巨员之所以突然外访 是他在晚上的派对上 发觉四郎脸色不太好 担心他身体不舒服 特意买了药来探望 四郎被对方的信心所感动 嘴上却满是醋意的满怨巨员 不该丢下女友跑来自己家 巨员急忙解释 对方不是自己的女友 听完巨员的辩解 四郎对巨员一顿输出 巨员微微一笑 他看出四郎眼中熊熊燃上了度化 他肯定吃醋了 四郎口是心非不想承认 巨员也不勉强 一脸温柔地看着他 承诺以后会小心注意 避免再造成误会 四郎极力解释 自己没有在意 他的双眼对上巨员真诚的目光 一时竟牙口无言 巨员不再与他争论 俯上四郎的发丝 四郎内心小鹿乱撞 他知道巨员很在意他的感受 这股体贴让他感到温暖 不禁嘴角上扬 四郎陪着巨员在楼下闲逛 一辆摩托车忽然向四郎驶来 巨员也挤手快 把四郎包到自己身边 这近距离的接触 让四郎心跳加速 羞红了脸 为了掩饰自己的羞涩 四郎催巨员赶紧回家 巨员好不容易来一趟 现在的气氛刚好 他可不愿意就这样离开 巨员以保护四郎为由 大方牵起他的手 四郎再也无法抗拒 两人就这样手牵着手 在月光下漫步 隔天四郎正准备开始工作 经理接到巨员姐姐的命令 拿着一袋衣服来给四郎更换 经理极度四郎得到的一连串优带 嘲笑他是因为好运 才能来这里上班 四郎只能连连道歉 离头不敢说话 好不容易等经理离开 四郎连忙换好衣服来见巨员姐姐 姐姐准备开一场记者招待会 以酒店出动直升机 营救四郎为题 大肆宣传酒店以及塑造自己亲和的人设 将营救的过程夸大其词 还将功劳从巨员身上抢过来 让四郎在记者会上说是自己救下了他 记者会开始 四郎看着巨员姐姐面不改色 当众说谎 他心里无谓杂陈 轮到四郎发言的环节 他看着记者身后望着自己的巨员 这个真正救他于水火的人 做出了个决定 四郎当众感谢巨员不愿千里 义无反顾亲自去营救他 希望以这种方式让大家看到他的能力 巨员明白四郎的心意 向他点了点头 在巨员姐姐的强压下 感有这番魄力 巨员也佩服这个勇敢的女孩 在巨员姐姐细心安排的记者会上 只因四郎的一番话 他就被巨员抢了风头 姐姐忍不住对巨员冷嘲热讽 不惜作秀也要将公司利益最大化 才是商人的本质 像巨员这样以人为本的态度 根本无法成为王者酒店的掌门人 会长爸爸对巨员姐姐这番做法 也表示赞同 认为他巧妙地提升了企业的形象 看到姐姐功绩累累 会长也要求巨员有所表现 让他接下连姐姐都做不到的一大难题 原来阿拉伯王子即将来韩国 还会确认下榻酒店 如果哪家酒店能让他住上一晚 能大幅提升酒店的形象 宣扬实力 业内所有酒店都参与到这场激烈的竞争中 巨员姐姐在竞争中败下阵来 巨员应下此事 决定力挽狂澜 让王子下榻王者酒店 从记者会回来的四郎受到同事们的刁难 大家嫉妒四郎受伤及重视 故意把整个餐厅的清洁工作留给了他 四郎没有心存怨念 非常敬业地打扫跟进餐厅 巨员忽然出现 见他忙得不可开交 想帮他出一份力 四郎的话让巨员有很深的感触 向来高傲的财阀富二代 愿意放下尊贵 跟着四郎学习扑桌布 四郎手把手地教他 巨员看着四郎认真的样子 满眼的宠爱 他故意拉着对方的手 询问扑桌布的细节 四郎害羞地笑了 一脸娇羞地赶他走 说完连忙跑去一旁扑平桌布 认真工作的四郎 无意间抬头 正对上巨员直咯咯的目光 害羞地笑了起来 也许对很多人来说 四郎只是一个普通的酒店员工 巨员和别人不一样 他能在不同的角度 发现他身上的多个闪光点 面对这样一个迷人的女孩 巨员知道 自己的心已经飞到他的身上 无法自拔 深夜 巨员给阿拉伯王子挡一通电话 两人曾是校友 巨员一直以来讨厌指认前的王子 这次为了酒店 巨员答应王子 他可以满足对方的一切要求 王子露出奸响 他终于有机会给错错巨员的傲气 巨员成功拿到了和王子签署的入住合同 合同要求极为苛刻 王子需要巨员对他百依百顺 时刻为他结成服务 小眼镜认为 巨员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大狂 不可能完成这项难度极高的任务 事到如今巨员也并无他法 只能背水一战 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王子到达的第一天 四郎作为员工代表 和其他人一起站在大门前迎接王子 却不成想看到从司机位置下来的巨员 他一脸不情愿地为王子开门 为麒麟包 四郎面带笑容地为王子献上花束 以及一份精心准备好的礼物 他迷人的微笑瞬间打动了王子的心 两人友善地相处方式 让一旁的巨员促意翻涌 王子看上了四郎 约他单独吃饭 想趁机对四郎展开追求公式 豪气地为他抱下餐厅 巨员不想让两人单独相处 于是不请自来 打算安排其他员工 为王子提供全天候贴心的服务 不料王子非要四郎作为自己的专属秘书 巨员只好强行办出合同说话 合同规定他必须随时随地跟在王子身边 所以他也要和四郎一起为王子服务 巨员不想王子被四郎的笑容迷倒 劝他换一种微笑方式 四郎把巨员逗得眉开眼笑 微笑就是四郎的代名词 他日复一日的笑脸迎人 连在睡觉时都在练习 只为了能在工作中 以认真的态度 做出令人满意的表现 四郎也希望巨员能像他一样 在这一次接待王子的过程中 全力以赴 给王子留下好印象 闻言巨员收起高傲的姿态 虚心向他讨教 应该如何服务好顾客 巨员学着去微笑 看着对方一脸假笑 四郎有些无奈 笑容必须是发自内心 以承待人 别人才会感受得到 巨员凝视着四郎 心里想着他 真心地散发出一个微笑 两人正深情对望 王子忽然出现 他看着四郎身后古代宫殿的话 准备带着众人前去观赏一番 到达目的地 四郎耐心地为王子介绍着韩国的历史 王子看着他的侧脸 不禁感叹好美 巨员连忙挡在王子和四郎中间 把王子气得起桥生烟 王子看到一旁贴着 让游客体验古代澄清仪式的活动 也想和四郎一起试试 被巨员言辞拒绝 巨员为了四郎再也无法忍让 哪怕冒着毁约的风险 也要将王子送去别的酒店 让他远离四郎 等人吵吵闹闹 巨员拿出合同 要跟王子决恋 四郎赶紧阻止 为工作而牺牲 是他义不容辞责任 他劝巨员 不能因为这些小事 影响到酒店和王子关系 看着王子一脸兴奋地 跟着四郎去换衣服 巨员想了一个好办法 当四郎身穿传统美丽的 新娘服装进场后 抬头望去 对面的新郎竟然摇身一变 成了巨员 巨员出现 与四郎共饮和欢酒 被欺骗的王子 在门口成了打扫的仆人 意识到自己被欺骗 王子追着巨员打 来到四郎面前 还不忘说一句 四郎好美 仪式结束 巨员坦白 自己不喜欢四郎 跟别的男人互动 四郎是巨员在乎的人 成为了他的软肋 为了保护好四郎 巨员决定开始强大自己 他注视着身旁 小爷如画的四郎 他的一切都那么美好 让巨员喜欢到心坎里 两人正暧昧时 王子来找巨员麻烦 两人开始打嘴仗 还是王子略胜一筹 命令保镖把巨员拉走 留下四郎与自己独处 王子财大气粗 承诺送四郎一家酒店 四郎连忙摆手拒绝 现在的工作虽然辛苦 却让他充满成就感 他希望为入住酒店的顾客们 送上幸福的一天 能为别人提供幸福感 是一份充满意义的工作 四郎的梦想得到王子称赞 果然四郎是个了不起的女生 身为普通人的她 无视金钱的诱惑 拥有着以人为本的伟大梦想 结束了一天的行程 两人将王子送回房间 陪同了一天 四郎穿着高跟鞋 走来走去 巨员为他拿了一双拖鞋 让四郎放松自己的双脚 四郎换上拖鞋 小心翼翼地跟在巨员身后 生怕撞见同事 巨员心疼四郎 安排四郎在酒店的豪华客房 休息一夜 就当给予他的员工福利 安顿好四郎 巨员离开房间 不打扰四郎休息 辛苦的一天 当然要做些有意义的事 四郎叫住巨员 邋遢来到汉江边的便利店 吃露天泡面 徐徐的威风 外加美丽夜景 都是两人共同的美好回忆 四日 巨员敲响四郎的房门 没说几句 四郎注意到 向房间走来的经理 他迅速把巨员拉进房间 知晓是经理前来 四郎急忙躲起 巨员脱下衣服 解开扭扣 装作刚睡醒的样子 昨晚 巨员以自己的名义 办理了入住 经理特来询问 是否有招待不周的地方 巨员强调着 不准任何人打扰自己 想言两语 把门口的经理打发走 面对突发情况 四郎睡意全无 只想赶紧离开客房 省得一直心惊胆战 见四郎不肯留下 再多休息会儿 巨员二话不说 抱起四郎 送到床上 四郎捂住嘴 生怕自己发出尖叫声 一动不动 任由巨员 把自己放在床上 乖巧点头 答应再休息一会儿 四郎今日的好心情 来源于巨员 一脸雀跃地 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这时 经理按照王子吩咐 给四郎送来礼服 邀请他晚上见面 四郎换上礼服 按时赴约 刚一落座 一身管家服装的巨员 手持红酒出现 四郎脸色突变 一脸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下午 巨员也收到了服装 只不过是管家服 巨员亲自为两人倒酒 服务完毕 退到了一边 王子也进入正题 拿出钻戒 向四郎求婚 四郎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钻戒 伸着脑袋 多瞅两眼 这时 巨员推着餐车到来 看到钻戒的一瞬间 警报被拉响 见四郎伸出手 似乎想接受钻戒 巨员说是吃纳食快 一把抢过戒指 坚决反对这场求婚 说完 拉着四郎离开现场 四郎作为当事人 向巨员要过戒指 他要亲自给王子答复 四郎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戒指 感谢王子的锤爱 四郎把戒指放在桌上 王子的好意 他心领了 能为王子服务 也是他的荣幸 希望日后 还有机会 为王子结成服务 四郎轻松化解了求婚危机 提议三人同桌吃饭 别扭的巨员 无法拒绝四郎的一切要求 乖乖坐下用餐 三人有说有笑 度过了愉快的一晚 一日王子离开酒店 本想跟四郎拥抱告别 被一旁的巨员推开 两个男人相爱相杀 其实在心里 一直把对方当朋友 送走了王子 巨员有一事比较在意 昨日面对王子求婚 他看出四郎有些迟疑 似乎想接受求婚 四郎回答 王子真心向他表白 如果拒绝得太过果断 未免有些不尊重对方 他在头脑风暴 思考话术技巧 巨员内心的质疑 没有被打消 追问四郎是不是有些心动 想答应求婚 四郎故意卖关子 不告诉巨员答案 转头去服务新来的顾客 巨员成功接待了王子 得到会长父亲的称赞 有了这次的成功 巨员主动接下 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的筹划任务 这是王者酒店最隆重的活动 见巨员有了雄心壮志 老父亲一脸行为 对他无以重任 姐姐一脸不悦 很明显巨员在跟他一决高下 姐姐没把巨员这种小角色放在眼里 巨员也看不上姐姐的行事风格 认为他不适合成为集团找门人 当员工为酒店赴汤导火 被困深山时 姐姐毫不在意 在大家使出浑身解数 提高营业额的时候 姐姐从没给予职员奖励 而是提出更加苛刻的要求 两人到不同不相为谋 争夺战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巨员发誓要为员工而战 站在员工的立场给予他们保护 巨员说到做到开始提到员工 不为他们增加麻烦 下班后巨员有争相拿的习惯 他看着前台昏昏欲睡的员工 想到司朗的话 他们经常在下班前接到上层的特别订单 只能延后下班时间等待上级离开 巨员向前台道歉 使自己和对方无法准时下班 巨员急切地想要见到四郎 他不想再出现很多王子们和自己争抢四郎 此时四郎在桑拿房和闺蜜聚会不方便见面 但感受到巨员急迫的情绪 四郎只好邀请对方前来 巨员第一次来到平民们的大型桑拿房 立马化身好奇宝宝 拉着四郎稳动稳息 四郎闺蜜递给他一个烤鸡蛋 巨员扭捏着塞入嘴里 品尝过后竟一发不可收拾 直接把想与四郎说的话抛至脑后 专心地吃着烤鸡蛋 四郎看到没出息的巨员恼羞成怒 娇称地问起对方 到底是来吃鸡蛋还是来找自己的 闻言 巨员还不停往嘴里塞着鸡蛋 表示吃完再走 四郎一脸无奈 巨员却一脸傻笑 闺蜜们看出两人的感情不一般 趁巨员按摩时 劝巨员一定要好好对待四郎 尽快向他坦白心意 不要因为犹豫不决导致两人擦肩而过 巨员正有此意 他看向对面被按摩椅折磨的 晕头转向的四郎下定了决心 等四郎按摩完 巨员约他下周见面 想要聊聊两人之间的事 四郎猜到了巨员的意图 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 害羞地点头答应 很快四郎精心打败 来到郊区一家别致的餐厅与巨员见面 餐厅早已被巨员包下 今天他化身服务员 专程为四郎服务 今晚的每一道菜品 都是由巨员精心准备 四郎看着在厨房忙碌的爱人 绽放笑容 两人眉目传情 一顿饭饱含了满满的爱意 菜过三巡 四郎来到厨房看巨员做菜 不停夸赞对方 谁知巨员在一声声称赞中 逐渐迷失自我 这是今天的项目 剧员担心碎玻璃划伤四郎 连忙把他抱上中导台 两人近距离接触 暧昧的气氛流转 剧员忍不住我让四郎 两人热烈地拥吻着 似要把对方融进自己的身体 剧员为四郎准备了美食 两人披着浴巾 并肩坐在一起享受 享受着静谧的二人世界 陷入爱情的人呀 幸福溢于言表 一大早剧员起床打扮 特意喷上了男士香水 今天他选择步行上班 感受着世间的美好 在酒店门口 剧员偶遇四郎 立马绽放笑容 热情地向四郎道早安 两人有说有笑地走入酒店 身后的小眼镜 看着两人热络的一幕 察觉到一股不寻常 从见到四郎的那一刻 剧员脸上的笑容就没消失过 三人同乘电梯 小眼镜站在前面 身后的剧员 故意将四郎 转向自己的身边 趁小眼镜被怼二人 剧员又偷偷牵上四郎的手 剧员把四郎 送到工作区域附近 剧员依依不舍 慢慢靠近四郎 将手抵在门上 四郎嘴上说着 来人在公司要保持距离 内心却对肢体接触 狂喜不已 剧员为四郎 推开办公室的大门 看着四郎进门才放心 与剧员分开 四郎才表达出 自己的真实感受 热恋中的情侣 一秒都不想分开 剧员坐在四郎工作的咖啡厅 已经喝了三杯咖啡 依然不愿离开 员工们惶恐不安 丝毫不敢怠慢 以为剧员在监督几人工作 员工们巴不得 离剧员远远的 把服务剧员的工作 交给了四郎 顺便打探下 剧员为何一直待在这里 四郎上前全说他离开 大家都感觉不大自在 见四郎一脸哭笑 剧员意识到自己让他不变 失落地离开了咖啡厅 剧员内心不愿 在接下来的会议上 四郎上前到咖啡 剧员一脸严肃 拒绝了四郎的服务 四郎感觉到 剧员在耍脾气 私下里向剧员撒娇 用小拳拳 捶打剧员的胸口 这几下甜蜜暴击 剧员的气已经消了大半 四郎见私下无人 剧员下意识 躲闪的行为伤害了四郎 这下两人角色对调 生气地变成了四郎 剧员大感不妙 心烦的他向小眼镜请教 称自己有个朋友 跟女朋友在公司中吵架 为了让男方消气 女生从背后偷偷抱住他 男方被突如其来的抱抱 吓到颤抖 身体闪躲了一下 让女生产生了误会 实际上男方十分享受 亲密接触 小眼镜给出的评价是 男方是恋爱小白 这句话让剧员更加烦躁 根本没有解决他的烦恼 为了哄四郎开心 剧员打算从四郎的家人下手 他买了花花来看望奶奶 正巧看到奶奶站在高处修灯 奶奶一时没站稳 从高处挡下 剧员急忙上前接住奶奶 奶奶年事已高 受了些轻伤 被剧员安排在医院休养 奶奶看出她和孙女的关系不寻常 剧员向长辈承认 自己喜欢四郎 当被问到是否表白时 剧员回答两人心意相通 表白的话语也被省不去 奶奶一声叹息 教育剧员 哪怕两人明白彼此的心意 也要一字一句表达出内心的情感 不然很多时候 对方不会了解你的感受 特别是在互相争吵时 即使受到伤害 也要放下无谓的自尊心 如实告诉对方 自己不开心的原因 同时倾听对方的想法 这才是白头偕老的不二法门 奶奶对剧员还算满意 认定她为追求四郎的候选人之一 奶奶想多面试几个男的 再决定要把孙女交给谁 正说着四郎冲入病房 担心奶奶离自己而去 扑在奶奶怀里哭泣 今晚奶奶在医院观察一晚 剧员送四郎回到奶奶家 陪她一起收拾店铺 首要任务就是更换坏掉的灯管 剧员找到屋内的电闸 想关闭电源 在她触碰电闸按钮的一瞬间 整个房子断了电 两人在黑暗中手忙脚乱 撞到了一起 差点来个热闻 两人借着手电筒的光亮 在卧室洗地而坐 剧员为昨日的事情 向四郎道歉 看到对方主动求和 四郎也承认错误 两人又和好入出 剧员主动拉起恋人的手 满脸真诚的向她表达着爱意 四郎接受了剧员的心意 主动以热闻回应 天色渐晚 两人席地而睡 剧员不满四郎离自己那么远 一把拽过她的床铺 两人相对而逝 剧员紧握四郎的手 承诺会永远陪伴着她 剧员守护着熟睡的四郎 忍不住偷偷亲吻她 却正好被回家的奶奶抓个正招 这下剧员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直呼两人只是牵手睡了一晚 没想到反被奶奶抓住一通暴打 斥责她竟只会牵手 奶奶虽然嘴上数落着这个未来孙女婿 身体却还是很诚实的 带着剧员到处炫耀 剧员被一堆大妈们围观 七嘴八舌的问这问那 最关注的当属买房问题 剧员诚实回答 自己目前没有买房需求 顿时被其他长辈嫌弃 一位大妈开始炫耀起自己孙女婿有车有房 奶奶听到这话内心十分不爽 直接带着剧员来到银行开立住宅认购账户 帮她存入第一笔买房钱 奶奶交代剧员 从下个月开始 她每个月都要往账户里存钱 剧员看着刀子嘴都服心的奶奶 内心无比温暖 奶奶担心她被大妈的话锁伤 安慰剧员 即使没有房子也没事 只要她和四郎能一直幸福地生活着 这就足以 听着奶奶暖心的安慰 剧员露出微笑 从银行回家后 奶奶做了一桌丰富的菜肴 不停加给剧员吃 越看这个孙女婿越觉得开心 饭后剧员送四郎回家 蓝人走了一圈又一圈 不舍地分离 争腻外闪 偶遇心情不佳的闺蜜 剧员被强拉入闺蜜三人的聚会 今天闺蜜十分郁闷 领导曾承诺过 如果她带领吊车尾的团队 取得第一名的业绩就让她升职 可闺蜜批死拼活 获得第一后 领导却没有信守承诺 闺蜜大骂王者集团就是无耻 故意给员工花大饼 让员工批死拼活 最后却不给任何奖励 剧员听到这话后 心里很不好受 询问闺蜜为何不向上级报告 没想到闺蜜又给了她一顿暴击 四朗十分尴尬连连为剧员解释 她现在已经不是无赖了 次日剧员交代小眼镜 以公司名义奖励集团的最佳员工 包括四朗和闺蜜们出国旅游 当然剧员也趁机一同前往 期待着与四朗的甜蜜旅行 可万万没想到 剧员刚到机场与四朗一行人会合 小眼镜却突然杀了过来 她以集团最佳秘书的荣誉 也要参与这次旅行 为了防止身份暴露 剧员介绍小眼镜是这次组织旅行的部长 自己则是她的手下科长 小眼镜一瞬间明白过来 她浮夸的戴上眼镜 剧员气得牙痒痒 无奈的跟着兴奋的几人去登机 四朗走过来挽着剧员的手 两人一脸幸福地奔向这场甜蜜的旅途 一上飞机 剧员为了能坐在四朗身边 她第一时间来到经济舱 让出自己商务舱的座位 与小眼镜交换 剧员宁愿忍受经济舱狭小的空间 也要每分每秒与四朗在一起 两人可以毫无忌惮地手牵手 到达了目的地泰国 大家被周边的风景吸引了目光 只有剧员双眼锁定四朗 欣赏着四朗的美貌 一行人来到入住的酒店 剧员嫌弃酒店设施太简陋 永迟太小 明明出游的有五人 但小眼镜只安排了两个房间 这就代表剧员需要跟小眼镜同住 剧员严肃地警告小眼镜 如果她不另安排住处 就立马打包行李回韩国 刚说完女生们呼喊着小眼镜 小眼镜正准备逃跑 被剧员一把拽回 按在床上 剧员再次提醒她 自己是本部长 不要忘了身份 女生们在泳池嬉戏 感谢着小眼镜的安排 小眼镜本想告诉大家 要更换住宿点 剧员不仁扰了女生们的雅性 小生告诉小眼镜 可以不用换住住了 女生们邀请两人下水玩耍 几人在泳池中互相泼水打闹 玩闹了一会儿 结束了水中活动 剧员偷偷给四朗发消息 想找机会跟四朗开溜 享受二人世界 事实证明 没眼力架的小眼镜 根本不会给二人机会 她首先下发了队符 每件队符上印刷了一个韩语字 连在一起组成一句话 玩得尽兴 小眼镜命令大家 按照句子顺序排队 她的位置就在剧员和四朗之间 小眼镜丝毫没有察觉 剧员想叨她的眼神 带着女生们出发 第一站小眼镜安排的美食 是一家开在泰国的越南面食馆 众人十分排斥 又不好意思扫兴 只能跟随着小眼镜的脚步 食物端上来后 女生们赞不绝口 四朗想让剧员也尝着美食 下一身夹起面条 想为剧员吃一口 在四朗的撒娇下 剧员张开了嘴 四朗这才注意到 另外三人的眼神 他急忙放下餐具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剧员抢光小眼镜的面条 假装电弯有什么东西的样子 趁闺蜜们转头时 剧员把自己碗里的食物 夹给四朗 吃完了面条 小眼镜又带大家来到夜市 剧员与四朗走在一起 短发闺蜜提醒她 按照句子顺序排练 把身穿感叹号对服的剧员 赶到了队尾 已经吃饱的几人 在夜市里又大吃特吃起来 吃撑了在路边听小曲 剧员偷偷与四朗牵手 四朗为她喝自己的饮料 好不容易迎来了二人时刻 结束了一天的行程 两人久久无法入睡 向约来泳池私会 剧员拿掉搭在身上的小眼镜的腿 被闺蜜们抱住了四朗 也悄悄起身 离开了房间 两人捏手捏脚 小心翼翼的向后退 后背撞到了一起 四朗没站稳 向后倒去 剧员迅速拦住四朗的腰 捂住她的嘴 示意她不要发声 两人来到泳池聊天 四朗感慨 上次和朋友们一起旅游 还是在大学期间 剧员承诺 以后会带四朗去更多地方 让四朗每天沉浸在幸福中 两人来到水中相拥 虽说今天一整天都待在一起 但剧员更多的 只能看到四朗的背影 说完 两人亲吻在一起 四日一早 小眼镜把大家叫醒 宣布了今天的日程 一整天安排的满满当当 完全没有个人活动时间 大家来到第一站 剧员不放过任何靠近四朗的机会 与她并肩往前走 两人做出双手抱胸的姿势 用胳膊打掩护 两只手牵到了一起 还没甜蜜多久 小眼镜提醒剧员 虽说今天没有穿队服 但她依然需要站在队尾 保持队伍整齐 剧员的眼神充满杀气 正准备整顿小眼镜 短发闺蜜突然发话 命令剧员回到自己的位置 短发闺蜜提醒剧员 如果想在职场上一帆风水 最好不要惹部长不开心 没办法 有亲人再次被迫分开 四郎也是一脸不情愿 接下来是乘船行程 众人排队上船 剧员对着四郎耳语 想趁人多时与四郎开溜 剧员找准时机 拉着四郎转身就跑 后来半天才发现 身后之人不是四郎 而是小眼镜 小眼镜也是一头雾水 以为剧员有什么话 也要对自己说 而不远处四郎已经上了船 今晚最后的活动 是来到仙罗天地拍照打卡 小眼镜瞅准时机 在喷泉开放时按下拍照键 大家在喷泉中玩了 剧员抱起四郎转圈圈 与四郎在一起的每一刻 都无比幸福 今天又加入了一名新成员 男生是四郎长发闺蜜的同事 同为成务人员 他得知闺蜜在泰国旅行 趁着这次飞行 特地来看长发闺蜜 同事与大家玩到一起 晚上留下了阔夜 与剧员睡在一张床上 他和小眼镜分别躺在剧员身侧聊天 小眼镜喋喋不休 说个不停 剧员忍无可忍 压在小眼镜身上 把他狂揍一顿 一日同事换上工作服 准备去工作 大厅里放着长发闺蜜 为他准备的早餐 同事看着留下的便签 脸上绽放了笑容 在泰国多日 剧员和四郎从来没有二人行程 两人趁大家还会起床 偷偷行动 没想到被醒来的众人逮住 两人手牵手 桃脸酒店开始了二人事件 傍晚两人享受着泰国的顶级美食 互相投喂对方 毫不腻挽 酒足饭饱 剧员说起自己的身世 他是父亲再婚后 与母亲生下的孩子 在他小时候 母亲不知为何突然消失不见 年幼了他到处寻找母亲 询问了很多人 但他们总是面带假笑 一言不发 从此之后 他就格外一言无微笑 觉得那些带着假笑的人都是怪物 围绕在他身边 从来不显露真诚的一面 直到后来四郎出现 他被真诚又勇敢的对方吸引 不能自拔 四郎温柔地笑了 他紧握剧员的手安慰 承诺会永远陪在他身边 夜风轻浮 两人坐上剧员特意安排的 卫兵专用小三轮 一起去看泰国夜景 在路上还不忘疯狂秀恩爱 互相亲吻 甜蜜无比 在大厦顶楼 剧员主动对四郎表白 说着我爱你 四郎积极回应 两人就这样在月光下疯狂热闻 隔天一早 两人的眼神似乎黏在了对方的身上 只要相互对视 就忍不住美看眼笑 聊拨着对方心弦 闺蜜们对这次的假期恋恋不舍 四郎悄悄对剧员暗示 这一切美好的犹如梦境一般 他也舍不得离开 剧员答应他 以后会带他去更多美好的地方 回程路上 两人又腻歪在一起 四郎主动伸出手 让爱人紧握 剧员发誓 自己一定会给四郎幸福 旅途结束后 两人回归日常忙碌的工作中 剧员心系四郎 为了光明正大送礼物给他 吩咐小眼镜 精心为全体员工准备一份礼物 还把办公地点 转移到四郎工作的餐厅里 好让自己尽可能多些时间 近距离接近四郎 四郎担心这里人多嘈杂 会影响他的工作 可剧员觉得 能和四郎在同一空间相处 他就很满意 两人又腻歪的 在公众场合大秀恩爱 庆祝酒店 100周年的重要盛会即将开幕 此次活动本由剧员负责 姐姐也想横插一脚 意欲邀请商界政界名流 和重要人物打好关系 为酒店将来做好准备 剧员不认同他的想法 他更希望管理层 重点关注酒店的员工们 剧员追求人人平等 对待员工更是一视同仁 他分析过宴客名单后 特意吩咐厨师 为不同年龄和口味的来宾 准备佳肴 剧员向一位 为酒店服务多年的接待员 了解酒店宾客的历史 接待员观察细微 再不起眼的顾客 对他来说 也是要受到贴心服务和关怀的人 剧员知道 这个接待员 有资深的工作阅历 为了能在盛会上做好准备 特意向他取经 接待员向剧员说了很多 常客们的喜好 他都一一记在心中 剧员看到接待员如此认真 对待这份工作 连每一个常客的喜好 都一清二楚 顿时敬佩无比 盛会开始前 酒店内部严格认真的 做好准备工作 只为全力以赴 尽力服务每一位贵宾 忙碌了一天后 剧员来车站见四郎 他偷偷从背后环抱四郎 却被对方一个肘击 打倒在地 剧员目瞪口呆 看似弱不禁风的四郎 竟有如此大的力量 剧员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剧员装枪作声 表现出一副 被四郎打得受伤的样子 实则借机靠近四郎 紧紧挨在他身边 搂住他的手臂 还闹着要四郎亲他的脸 四郎拗不过 趁着四驾无人 在剧员的脸上 线上如小鸡 啄米一般的亲吻 剧员可不满意 四郎又接连 在他脸上亲了好几下 扭头时 忽然看到同事们 就在马路对面 四郎担心 恋情曝光 想马上躲起来 正好一辆公交车到站 四郎拉着剧员上车 以为躲过了一截 没想到整辆车 都是酒店里的同事 他们竟然上了 酒店的员工接驳车 四郎集中生智 假装自己是为剧员 讲解接驳车的员工 一同介绍后 暗示剧员和众人道别 在同事们热烈的欢送下 两人走下车辆 顺利过关 回想起刚刚的一幕 两人都开怀大笑 两人顺着江边散步 剧员说起 今日找接待员 请教的事情 四郎提议 他可以尝试 从在酒店工作 近三十年的接待员入手 了解和剧员妈妈相关的事 剧员沉默不语 他对此不再有期待 知道不管自己 怎么问周边的人 母亲的下落 所有人都会三见几口 对他隐瞒真相 大家似乎都想方设法 把他妈妈的存在抹去 剧员已经不想再追查 他只想守住眼前的幸福 那个天 四郎奶奶发现 小吃店有奇怪的人 他拿着铁锅 猛然往对方身上一敲 发现对方竟然是剧员 剧员非常无辜 他刚才在帮奶奶修水龙头 还专程带来了 泰国的纪念品送给奶奶 剧员对四郎奶奶 发自内心的关爱 他甚至一份礼物准备多件 给奶奶拿去 送给上次围观他的大妈们 好让奶奶面上有光 奶奶同样为剧员着想 得知他没有准备礼物给爸爸 可以嘱咐他 把其中一瓶膏药 带回家送给父亲 回到家 剧员递上膏药 表达着自己对父亲的关心 剧员讨好四郎奶奶的时候 四郎就来到接待员面前 决定向对方了解 剧员妈妈的情况 接待员适应 四郎可以去询问他的朋友 对方更了解 剧员母亲的事 四郎来到客房 找接待员的朋友 金阿姨 他无意中踩着鞋子 走进房间 被严苛的金阿姨 一同责备 金阿姨对待工作 以思不苟 不喜欢四郎 这种无理的行为 四郎明白 对方现在心情不佳 打算下次再来拜访 离开前 四郎贴心的 为金阿姨 摆放好鞋子 没多久 百年庆典 纪念日到来 在这场灌溉云集 的活动中 剧员带着妈妈 遗留下来的怀表 信心满满地 走上讲台 在所有人的瞩目下 剧员开始邀请嘉宾 上台致辞 姐姐提醒身旁议员 准备上台 可没想到 剧员却喊出 另一个人的名字 此人是一家 披萨小店的老板 他的父亲 是王者酒店会员 俱乐部的 创始会员 曾经帮酒店 路过难关 对他来说 王者酒店 充满他的童年回忆 但从家到中落后 他就从未来过这里 如今 当他再次踏入酒店的那一刻 想到了父亲和童年 爸爸完全没有料到 剧员会有此举措 他激动地拉着 故人之子 感谢他的父亲 曾为自己提供过不少帮助 剧员没有邀请 任何一个社会名流上台 在他眼里 小人物的身上 更有感人真实的故事 他希望尽力维持 这些人的梦想 就像年迈的接待员 他在入职酒店之前 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他发现在酒店工作的员工 每个人的脸上 都带着幸福的笑容 他决定留下来工作 再也不离开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会像王者酒店一样 给他家一样的感觉 剧员诚心邀请 这些兢兢业业工作的老员工 他们才是酒店的贵宾 最重要的人物 就连金阿姨 都被他的诚意打动 带着对酒店的美好祝福 来到台上面对大众 姐姐请来的议员被彻底冷落 他向剧员姐姐大发脾气 打算日后跟剧员姐姐算账 四郎带着温暖的微笑 接待金阿姨 金阿姨向四郎道歉 她那天行为太过冲动 并邀请四郎改日再约时间详聊 酒店百周年代活动圆满落幕 四郎和剧员相识一笑 互相给对方点赞打气 四郎邀请剧员来家里做客 他提前准备好美味佳肴 带剧员捧着鲜花道来 两人在家里温情地共进晚餐 这样暖心的家庭生活 是剧员期待已久的幸福 是上天的眷恋 让他遇到这样一个好女孩 体会到简单的生活有多么可贵 即使是坐在沙发上 握着对方的手喝啤酒 也令他心醉 手上的啤酒喝光后 两人都争着要去冰箱里拿 拉扯间 剧员把四郎抱起 一路亲吻来到厨房 此时气氛异常暧昧 两人热烈地接吻起来 晚晚没想到 他们身后传来一声尖叫 闺蜜们和小眼镜 看到这一幕 瞪大了双眼 闺蜜们发现 四郎一直隐瞒 和剧员恋爱的事情 三个女孩本就感情深厚 不希望彼此存在秘密 闺蜜要求他们以后已成待人 结状 剧员只好公布自己的真实身份 不再利用小眼镜的身份 作为掩饰 可不说还好 闺蜜们得知 剧员就是那位毫无人心的本部长后 瞬间变得不自在 又是贴心地给剧员送坐垫 又是跪下与对方交谈 当初他们肆无忌惮地对待剧员 还在他面前说过不少 关于他本人的坏话 闺蜜担心剧员会记仇 恰恰相反 剧员喜欢和大家抛开身份 自由自在地相处 剧员眼中没有阶级观念 他在四郎身上 学会如何平易近人 与大家平等相处 小眼镜得知 剧员有了新恋情 他喜极而泣 他现在才发现 原本在他眼中冷漠无情 难以相处的恋爱白痴 剧员竟然也谈起恋爱 闺蜜们没有被剧员 豪门的身份所迷惑 他们只关心四郎为何如此轻易 做出决定 怕他日后会为此受伤 四郎相信自己的选择 他对剧员有信赖感和依赖感 每次在他需要的时候 剧员都会迅速出现在他的身边 威蜜剑四郎遇到了对的人 都发自内心的为他感到高兴 另一边 剧员负责的酒店百年盛会 通过多个老员工的讲述 勾起大家对酒店的美好回忆 过程有声有色 宣传效果极佳 酒店的高层对他赞不绝口 剧员姐姐在一旁冷眼相看 严肃地批评大家 任何煽情的戏码 不能让酒店赚到一分钱 这在他眼中都不值一提 高层会议上 爸爸也当众表扬剧员 可惜除了剧员父子 在场所有人都早已受到 剧员姐姐的暗示 大家纷纷表态 现在是集团改革的关键时刻 只有削减成本 提高酒店的营业额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 而不是聚集在员工的人文光环上面 剧员不认可这种压缩员工的方式 他始终主张以人为本 如果只是千方百计的想存活下来 效果会适得其反 生存的方式也很重要 爸爸表面上没有表态 实则他更倾向于剧员的做事手法 姐姐看到父亲的态度 对剧员更加恨之入骨 一场战争即将来临 剧员姐姐先下手为强 她邀请在盛会里 被多次打断发言 做冷板凳的议员到酒店用餐 希望和她重修关系 议员对当日知识仍心怀芥蒂 早已习惯高高在上了她 不容许别人忽视她的存在 议员还把火气 吓在为她诚心服务的四郎身上 不管四郎说什么做什么 议员都认定她的服务礼节 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甚至把餐巾直接甩到四郎脸上 叫嚣着要剧员姐姐把四郎开除 剧员姐姐当场吩咐下属 将四郎处理掉 正在四郎不知所措之际 剧员及时出现 她向议员不卑不亢的解释 四郎对她的餐桌服务礼仪 没有任何问题 议员也应该学会礼貌待人 议员根本听不进剧员的说教 她不能接受有人挑战她的权威 议员和剧员姐姐彻底决裂 愤然离席 剧员姐姐精心安排的商务洽谈 被剧员搞砸 而且剧员为了维护四郎这样的小员工 当众令姐姐难堪 姐姐对剧员非常不满 四郎看着他们姐弟俩为自己反目 同时又因为她的原因加班 四郎心里很不是滋味 同事们都安慰她 四郎没有做错任何事 不需要被指责 曾经联合起来欺负四郎的同事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大家都认可了四郎的实力 知道她并非虚有其表 纷纷对她感官 还热情地接纳了她 同事们还发现 现在剧员变得非常有人情味 不仅会出面维护员工 还处处为大家着想 在这次百年庆典纪念活动中 她在听取大家的意见后 给每一个员工发放了100万韩元的奖金 看到同事们对剧员非常认可 四郎心里也为她感到骄傲 和同事们聚餐结束 已是深夜 四郎正准备冒雨赶回家 这时剧员撑着伞 向四郎缓缓走来 四郎惊喜地看着从天而降的恋人 剧员特意来安慰受一元气的恋人 四郎很感动 挽着剧员的手在大雨中漫步 剧员相傻地为四郎挡住车辆飞进的脏水 还没等她摔够三秒 又被脏水打湿全身 剧员来四郎家唤醒 四郎偷偷看她露出的八块腹肌 瞬间羞红了脸 四郎背对剧员 内心小落乱撞 害羞不已 剧员一脸欢笑 慢慢靠近她的身边 这一刻她将四郎的小心思尽收眼底 这个可爱的女孩确实让她着迷 剧员轻搂着四郎的腰 两人情不自禁地吻上对方 剧员与四郎温存的时候 姐姐开始对剧员身边人下手 她对小眼镜许诺会帮她升职 想让她做自己的间谍 将剧员的大小事物都报告给她 这天一位小女孩在酒店丢失了最喜欢的玩偶 尽管负责房屋的职员 已经找了好几遍 四郎仍不放弃 独自在被收起来的大量带清洗的被单中翻找 金阿姨看到她如此善良 尽心尽力为客户服务 她对四郎另眼相看 四郎趁机向金阿姨提出请求 她想找机会和金阿姨聊一聊 金阿姨终于答应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 四郎为小女孩找回了玩偶 随后四郎来到金阿姨面前 向她打听剧员的妈妈 金阿姨听到对方的名字 冷神片刻 原来金阿姨和剧员妈 曾是多年的好友 剧员妈善良优雅 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女人 文言四郎瞬间没看眼笑 能够知道这一点 对她来说已经足够 四郎约见了剧员 想把这些信息告诉她 四郎提出 想到海边走走 大海对她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每当她想起妈妈时 就会跟着奶奶一起来看海 她一直相信 在大海的某一个地方 是妈妈在守护着自己 直到有一天 大海中间修了一条小路 四郎忽然意识到 这是上天的安排 这一条小路 能让自己距离妈妈更近一些 四郎握着剧员的手 一起走在大海的中间 四郎缓缓拿出一张旧照片 这是金阿姨转交给她的东西 四郎也将金阿姨的原话 转告给剧员 她想让剧员知道 她的妈妈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人 四郎希望剧员找机会 和金阿姨了解些妈妈的往事 剧员看到四郎默默为自己做了这么多事 不禁红了眼眶 这也是她人生中第一次 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和妈妈相关的一切 四郎因表现优异 被挑选成为梦幻小组的一员 这是酒店内部接待服务组的最高级别 隶属会长秘书室 接待的都是达官贵人 只有极为优秀的员工才能被评选上 周末四郎跟着梦幻小组前往会长的别墅 他们换上统一的服装 为会长和她的贵客提供最好的服务 服务前组长305身的告诫大家 一定要小心谨慎 保持梦幻小组从未在服务中出错的记录 不久后服务人员来到餐桌前上餐 四郎万万没想到剧员也是她的服务对象之一 看到四郎 剧员同样惊讶不已 此时她身边坐着千金小姐又立 她是被爸爸看中 作为剧员政治联姻的对象 爸爸提议剧员和又立在今年内尽快晚婚 闻言四郎心中一震 手上的餐盘瞬间滑落碎了一地 四郎红了眼眶扭头看向一旁的剧员 淋上了剧员的眼神 意识到失态 四郎连忙向在座各位道歉 轮下身收拾碎片 剧员急忙起身抓住四郎的手 担心她是否受伤 剧员命令四郎离开 她会收拾好碎片 四郎起身告辞 离开了现场 剧员内心泛起波澜 面色沉重地听着父亲和又立家讨论婚事 会长父亲问起剧员的想法 剧员坦白 自己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又立坦然接受 她愿意放任剧员尽情俱爱 玩完后彻底分干净 懒人再结婚就好 在场的长辈根本不关心剧员的欣赏人 反正财阀家没有真爱 只有利益的结合 既然自己的想法不被重视 剧员起身离开 去找四郎 向他保证自己不会和别人结婚 四郎忙着工作 把剧员赶走 两人的事稍后再说 整理好心情 四郎继续着送餐服务 他来到一间房 把食物送进房内 房内住的是剧员家的小少爷 小男孩十分讨气 故意躲在暗处 吓得四郎一跳 四郎不知对方的身份 命令小少爷道歉 在四郎的挠痒痒攻击下 男孩说出了道歉的话语 事后四郎通过耳机 接到护送小少爷下楼的任务 他这才知道眼前小男孩的身份 为自己的无知 拧了一把汗 忙碌一天 四郎收下酬劳 回到家中 他数着信封里的钱 一日工作的今天 竟然跟月薪一样多 疲惫的四郎躺在沙发上 内心陷入混乱 在夜深人静时 会让父亲给巨园下了分手指令 他们身为财阀 坐拥无数家产和产业 在他们的世界中 婚姻比爱情更有价值 高处不胜寒 心爱的人终会离他们而去 巨园信心十足 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无论如何 他都会守护心爱的女人 父亲不再劝说 他笃定巨园终有一日 会明白自己话中含义 与父亲聊完 巨园来到四郎家楼下 不停给四郎打电话 劳累一天的四郎在沙发上睡着 没有听到手机震动 巨园一直等在楼下 被周围邻居举报是可疑分子 引来了警察 巨园解释 自己的女朋友住在这里 一直不接电话 她因为担心才再次停留 男警察无视巨园的解释 断定她是跟踪狂 一旁的女警看着帅气的巨园 愿意听她说明前因后果 就这样三人坐在四郎家门口 听巨园说明来龙去脉 女警一声感叹 看来巨园对女朋友是真爱呀 因为犯了错 内心愧疚 宁愿在楼下等待 也不敢上楼暗门铃 男警察为巨园分解 四郎家明明灯火通明 却不愿接巨园的电话 很明显是讨厌巨园 不愿再见到她 可巨园却死缠烂打 哪个女生都不喜欢纠缠的男生 巨园没能见到四郎 次日来到四郎负责的咖啡厅 四郎依然带着招牌微笑 为巨园服务 巨园提议男人下班后聊聊 没说几句 幽丽再次出现 坐到巨园对面 四郎为客人准备咖啡 看着爱人离开的背影 巨园劝说幽丽 去体验一次真正的爱情 她已有爱人 无法跟幽丽结婚 也不会为了夺得继承权 牺牲自己的婚姻 巨园满脑子都是四郎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终于能和四郎见面了 巨园率先来到两人曾经吃过的餐厅 等待的过程中 巨园一直愁眉苦脸 这表惊认谁看了 都会以为她跟女朋友吵架 或者分手了 好心的厨师送给她一杯啤酒 让她痛快地喝下 巨园解释 两种情况都没发生 请厨师收回啤酒 她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所有人都笃定她被甩 这时四郎到来 两人并肩而坐 巨园的内心十分忐忑 在周围人的误导下 她也以为四郎会提出分手 当时四郎一头雾水 她从未想过要分手 得知巨园的婚事时 她的确吓了一跳 但站在财阀的立场上 这种情况也算正常 况且巨园还没得到奶奶的认可 只是候选孙女婿而已 巨园骄傲地说着 自己可是奶奶心中孙女婿的第一号人选 这可是她所有头衔中含金量最足的一个 见巨园如此珍惜自己的家人 四郎终于想出声 巨园给爱人吃顶心丸 无论如何 她都不会放弃四郎 也希望四郎不要动摇 解决完了两人的问题 四郎又说起梦幻小组 当她真的加入这个小组后 拿到了顾斐的金贴 她突然有了异样的想法 就算努力工作 也只能成为豪门的女佣 这并不是她梦想中的酒店接待员 四郎个人是不赞成梦幻小组的存在 但她不能挡住其他同事的财路呀 巨园明白四郎对王者酒店有着别样的感情 为了爱人 她也要把酒店打造成充满人情味的地方 在这场战役中 她最需要清楚的障碍就是自己的姐姐 为了降低成本 姐姐决定减少雇佣正式员工 而是根据需要招聘临时工 在工作前对他们进行基本的服务训练 未来有了人工智能后 也会逐步减少更多人力 为了省钱 姐姐从员工下手 缩减员工餐 停止供应员工休息室饮用水和零食 计算下来 一年能够节省超过100亿韩元 即便如此 巨园依旧不同意削减成本 她从创造财富入手 能够给酒店带来更多收入 巨园决定向全球各地的酒店提供管理咨询 并跟部分酒店签订了委托管理契约 由王者酒店冠名提供服务 从中收取费用 一年预期收益约可达到350亿韩元以上 会长父亲一直心有不甘 梦想着王者酒店走出国门 成为全球连锁 巨园的企划打动了会长 会长放话从下个月起 由巨园担任酒店社长 父亲希望在他的带领下 能把王者酒店打造成世界上最棒的酒店 会议结束 会长把四郎叫到家中 小少爷点名让四郎陪伴自己 这一刻会长化身为一位慈祥的外公 对四郎说出诉求 这种平等的交谈方式 令四郎感到愉悦 他欣然接受 四郎陪小少爷玩耍 教育他在对别人提出请求时 要说敬语 如果想交朋友 要善待对方 横行霸道的欺负人 是不会有人愿意跟他结交的 玩耍结束 四郎跟小少爷端具点心 正巧碰到巨园 巨园将四郎拉入自己的房间 四郎在房间中看见 采访那天与巨园的合照 四郎拿起合照 好奇巨园是从何时喜欢上了自己 害羞的巨园抢夺照片 打闹间两人倒在床上 没想到小少爷一路来到 巨园的房间寻找四郎 两人急忙从床上跳起 巨园躲在一旁 四郎出面应付小少爷 谎称自己在和他玩捉迷藏 成功哄骗了孩子 晚上 巨园送四郎回家 两人聊起小少爷 孩子一直生活在国外 最近回国待一段时间 在巨园眼里 小少爷是个懂事成熟的好孩子 四郎提醒他 小孩子个性成熟不是好事 巨园听进去四郎的话 主动找到小少爷 小少爷是姐姐的儿子 姐姐整日忙于工作 疏忽了与孩子的亲子关系 巨园心疼孩子 愿意帮小少爷完成想做的事 次日 巨园和四郎带着孩子来公园野餐 这是他一直想要尝试的事 玩累了 小少爷躺在巨园腿上 巨园希望这位年幼的外甥 不要隐忍自己的情绪 不开心和愤怒 通通可以表达 他无需拥有不属于这个年龄的成熟 劝导完了小少爷 巨园受到鼓励 终于来到金阿姨面前 之前金阿姨把巨园母亲的人事资料表寄给了他 就等着巨园来找自己 这次巨园知晓了母亲为何抛下他 但他无法理解 也不需理解 毕竟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 如今巨园不想知道母亲身在何处 也不想与对方见面 巨园心情异样来到四郎家约会 虽然知晓了母亲离开的原因 但巨园无法原谅 能轻易抛弃自己 这代表着他对母亲来说并不是重要的存在 文言四郎抱住巨园安慰 两人拥抱和亲吻的画面 被窗外的神秘人拍下 很快关于巨园恋情的报道被公布 婚上父亲立马吩咐手下去撤掉新闻 姐姐得到消息 在背地里使手段 愿意出比父亲高两倍的价格 保证新闻能一直活跃在网络上 毕竟是姐姐派人拍下巨园的绯闻照片 酒店的员工们也看到了报道 女方的脸部被打上了马赛克 大家纷纷猜测 巨园的恋爱对象是谁 新闻上称女方是平民 同事们认为 怎么说也得是个中小企业的千金 不然不同阶级的两人 根本无法在一起 女同事放大了新闻中的照片 仔细观察女方的脸部轮廓 发觉跟四郎有些像 其他同事纷纷响应 看起来的确有些神似 四郎急忙撇清关系 为了不引起大家的怀疑 四郎谎称肚子疼 去卫生间一趟 四郎趁机来找巨园 巨园将他拉进办公室 抱住爱人 在恋情曝光的一瞬间 相爱的他们 第一反应是担心对方的处境 四郎头脑一片混乱 还依然关心着他最爱的巨园 巨园也鼎嘱四郎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 他都希望四郎不要胡思乱想 而是第一时间来找自己 他会立马赶到四郎身边 两人正你农我农时 小眼镜推门而入 四郎回去工作 把空间留给二人 针对这次危机 巨园认为当务之急 是千万不能让四郎的长相曝光 保护他不被舆论攻击 小眼镜在尽力阻挡新闻 同时他秀出了一丝不寻常 感觉在背后使坏的人 是巨园的姐姐 小眼镜的观点也是有迹可循 不久前姐姐找到小眼镜 以酒店本部长的职位为诱惑 想要收买小眼镜 向自己汇报巨园的一举一动 小眼镜果断拒绝 一个本部长的职位 根本不值得他为此背叛朋友 巨园大感震撼 同时感谢小眼镜守住了 两人之间的义气 放弃了升职加薪的机会 这是小眼镜第一次 听到巨园说谢谢 不禁感叹 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 让曾经冷酷世人的巨园 变得有人情味了 但不妙的是 当天晚上 姐姐那边再次放出新闻 这次的照片 没有给四郎的侧脸 打马赛克 新闻中提到了巨园的母亲 母亲是王者酒店的普通职员 与会长相爱好 以悲剧收场 如今相同的情节再次上演 不知结局是否如出一辙 姐姐十分满意这篇报道 她吩咐手下人继续发布后续报道 千万别让绯闻的热度下降 看了新闻 四郎开始担心巨园的处境 还有两位好友陪伴 心里舒服了不少 四郎始终不懂 男女正常恋爱 为何会受到舆论的抨击 闺蜜们感同身手 人总是见不得 别人过得好 同情比自己差的对象很容易 但要为比自己成功的人鼓掌 却非常困难 比如这种时候 外界笃定 两人会分手时 闺蜜们为四郎鼓掌 有闺蜜们的陪伴 四郎心里舒服了不少 但她总需要独自面对 当下的情况 需要承受同事间的流言蜚语 经理在背后 说她是羡慕的狐狸精 勾搭上了巨猿 想要飞上赤头变凤凰 经理打赌 两人走不了多远 最长不会超过一个月 经理私下说说还不够 竟当面向四郎发问 想知道她是如何勾引到了巨猿 四郎一直礼貌否认 经理却咄咄逼人 巨猿发话 想知道勾引人的方法 就来找自己 到时候她可以给经理 特别教导 巨猿再次重申 是自己先喜欢上四郎的 说完牵着四郎的手离开 巨猿给了四郎 满满的安全感 两人的家设的确有差距 但巨猿从未觉得四郎不配 从见到四郎第一眼开始 四郎就成为了她的全世界 她不希望自己爱的女人 妄自菲薄 有了巨猿的鼓励 四郎充满能量的迎接行的一天 值得庆幸的是 咖啡厅的同事们心底善良 他们没有对四郎出言嘲讽 而是发自内心地关心她的处境 正说着巨猿带着礼品到来 以男友的立场 拜托同事们 同事们本就把四郎当成团体中的一份子 哪怕没有巨猿的嘱托 依然会善待四郎 巨猿向同事们表达感谢 这才放心地回去工作 确认了四郎那边的情况后 巨猿才能全力以赴 解决当下面临的困境 姐姐已经召集高阶主管 关于巨猿绯闻的舆论 作为负面评论 对公司造成了影响 她决定联合众人反对巨猿生人社长 关键时刻会让父亲到来 她已经知晓是女儿在背后使唤 当即命令女儿卸下王者酒店的所有职务 女儿忍无可忍 发表着内心的不满 从小到大 父亲心中从来没有她的位置 把所有的爱给了巨猿 这才造就了她冷血无情的性格 另一边巨猿和四郎一起去看望奶奶 奶奶早已看了新闻 了解了巨猿的身份 她拉住巨猿的手叮嘱 如果她让四郎流泪 奶奶一定不会放过她 碰巧一位邻居大妈来到店里 一见到金龟婿巨猿 热情地拉住她的手 还送她一瓶饮料 大妈的传播速度堪称影巨猿 没一会儿奶奶的店里挤满了 来和巨猿合照的街坊林里 大家第一次零距离接触有钱人 必须要留下纪念 就这样巨猿成为了免费景点 供大家拍照 因为四郎和巨猿的恋情 闹得沸沸扬扬 会长找上四郎 命令他暂时去避避风头 与巨猿分开一段时间 听着会长不容知会的语气 作为员工的四郎 只好答应下来 傍晚四郎心事重重地等待巨猿 在对方面前抢颜欢笑 巨猿看出爱人心情不佳 抱着他安慰 四郎正享受着男友温暖的怀抱 巨猿却表示 自己要去国外出差三周的时间 四郎心里难受 但还是劝巨猿努力工作 他们很快就会见面 两人即将分别 巨猿凑到四郎耳边 让他今晚不要回家了 四郎内心小路乱撞 正不知所措时 没想到巨猿带他来到游乐场 今晚巨猿包下了整个游乐场 打算与爱人一夜疯狂 两人换了一身装扮 乡下的开始夜生活 四郎硬拉着胆小的巨猿 挽起刺激的项目 吓得对方眼泪直流 面对着明日的离别 两人享受着最后的快乐时光 四日巨猿坐上前往外国的飞机 他给四郎发短信 表达着思念和爱意 四郎却内心复杂 回复的话语扇了右扇 面对两人不确定的未来 四郎内心十分迷茫 他收拾好行李后 根据会长的指示 来到偏僻的观光酒店 没想到一来就遇到了 在王者酒店的前辈 前辈看到四郎十分惊讶 好奇能力出众的对方 为何会来到这家专门收容 集团醉人的地方 四郎苦笑着没有回话 前辈只好先带他安顿下来 虽然被流放到偏僻的观光酒店 四郎依然用饱满的热情 对待客户 把对方弄得哈哈直笑 时间转瞬即逝 剧园处理完公物 回到韩国 他第一时间联系四郎 却发现对方手机关机 他来到酒店 从四郎同事口中得知 他被调到观光酒店的消息 剧园急匆匆地奔向观光酒店 刚出门就被一名陌生女士叫住 对方亲切地喊他小圆 这熟悉语气让剧园内心震撼 对方正是他消失多年的母亲 剧园的母亲来到酒店 先与会长见了一面 当年他生下剧园后 被会长的父亲赶走 并要求他不准出现在剧园面前 如今历史重演 会长又用相同的手段 对付剧园和四郎 将有情人分开 回忆过往 会长内心愧疚 他的确愧对于剧园的母亲 但剧园母亲不是来听会长的道歉 他不希望对方把儿子逼入绝境 身为母亲 他只期望儿子过好自己的人生 不用为了家族或集团牺牲 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下去 说完母亲不过会长的阻拦 来见剧园 他喊住与自己擦肩而过的儿子 剧园吃惊地转过头 看向面前的女人 母亲想要上前 剧园下意识向后退 内心似乎充满了防备 母子俩坐下聊天 母亲为抛下剧园的行为道歉 他当时被赶出夫家 力量有限 根本无法与王者集团抗衡 为了保护儿子不受伤害 唯有把剧园留在婆家 剧园理解母亲的决定 他也有了自己想要守护同学 能够感同身受母亲当时的心情 剧园希望母亲今后为自己而活 不要再守护任何人 剧园表现得十分懂事冷静 说完自己的心理话 起身离开了会客厅 却在关门的那一刻 再也抑制不住情绪 他的双腿仿佛灌了牵势的 无法前行 眼泪止不住落下 整个身体贪图在地上 整理好心情 他再次返回屋内 抱住母亲 一如当年母亲抱住他 轻拍他的后背 母亲抚摸剧园的发烧 时隔多年 母子俩终于和解 此刻四郎在偏僻的观光酒店努力工作 这家酒店鲜有顾客 营业额也低得可怜 随时面临着倒闭的危机 一旦关门 员工们将别无去除 四郎想要拯救酒店 他想代表建议重振酒店的方法 代表无心听他发言 也并不想提高营业额 他建议员工们尽早去找工作 不要在酒店浪费时间 被训斥的四郎心里不舒服 他来到顶楼透气 看到远处的风车 想起了与巨员的过往 四郎调来这里多日 巨员一直没有出现 大家纷纷猜测 两人已经分手 四郎只能强行解释 巨员忙于工作 没时间来找自己 真是说曹操 曹操就到 当四郎在室外检查广播时 巨员来到了观光酒店 一进门就看到了四郎 巨员走向四郎 时隔多日 终于见到心上人 四郎内心起伏 巨员为自己晚来了道歉 现在他要带自己的爱人离开 可四郎还有些手头的工作需要处理 他邀请巨员跟自己一起工作 铺好捉襟 奖励就是啊 交代完巨员 四郎去忙起他 巨员独自留在餐厅忙碌 没一会儿 前辈到来 不知巨员身份的他 指使巨员干着干纳 巨员没有拒绝 任由前辈拆遣 干完活 前辈才察觉 巨员有些面熟 他四处打量 这才认出巨员是本部长 前辈立刻拘功道歉 巨员没有怪罪他 而是继续完成 四郎留给他的工作 直到天黑 两人才有坐下休息的时间 巨员坦白 自己见到了母亲 对方看起来温暖和善 巨员本以为 自己已经忘记母亲 不想再见到对方 但见面后 他才明白 自己从未遗忘过母亲 四郎握住巨员的手 巨员趁机提出 带四郎回收尔 四郎有些犹豫 在这里的每一天 都让他感到开心 酒店后方 有一片小树林 景色不错 能让四郎感到被治愈 平时休息时 四郎总在附近闲逛 发掘了不少美食 明明他只点了一道菜 店家却慷慨地端出各种特色菜 任他品尝 而且这里的人们好客热情 不是主动请四郎喝养饿多 就是请他吃冰棒 此刻他们坐的位置 正好能看到满天繁星 这是在首尔看不到的美景 但巨员的眼里只有四郎 四郎才是他此生最美的风景 巨员执意要带四郎回首尔 见对方坚持 四郎决定把下周三场宴会结束好 再跟巨员回去 这里的员工为了守住酒店 竭尽全力 四郎想在走之前 为大家尽点绵薄之力 说到酒店即将被卖出 四郎内心满事不舍 一任 四郎就带着巨员 去酒店附近打卡美食餐厅 感受好客邻居们的热情 巨员看到了这里的美好 下定的决心 当晚巨员把员工们召集到一起 代表却因为陪客户钓鱼 闪闪来迟 一到场 代表就拉着巨员大谈特谈 出售酒店的好处 如今附近的旅游景点都荒废了 只有趁早出售酒店 才能挽回损失 巨员注意到一旁的员工们 听到代表的话 都纷纷低下头沉默不语 他对代表抛弃员工 不负责任的行为感到愤怒 但又无权干涉 巨员只好提出 想要购买这家酒店 今天巨员调查了酒店的周边 发现这里环境优美 很适合大都市的人们前来放松 他决心改造酒店 吸引人们前来旅游 就这样巨员收购了观光酒店 代表被灰溜溜地赶走 酒店被保住 四郎放心地和巨员 回到首尔重新任职 巨员因为海外连锁业务 完成得很出色 升职成为集团社长 姐姐前来给他上演药 让巨员小心谨慎 他早晚有一天 会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巨员面露悲伤 姐姐嘲讽地笑了笑 转身离开 其实姐姐也是可怜人 丈夫出拐 小三被他拿钱摆平 丈夫却删了他一巴掌 嘲讽妻子自命清高 其实不过是可求爱的可怜人 姐姐瞬间红了眼眶 成功生殖后的巨员 下定决心 他特意来到珠宝店 挑选一款 象征致死不渝 爱情的美丽钻戒 精心疏离打扮一番 约四郎 在两人第一次 吃饭的地方约会 被蒙在鼓里的四郎 一脸幸福地 品尝着美味 对面的巨员 却神情紧张 不停地看着手机 直到手下 发来准备妥当的信息 巨员鼓起勇气 正要开口说出 求婚的话语 四郎却抢先说道 巨员大脑一片空白 瞬间红了眼眶 手中紧紧攥着戒指 不知该如何是好 四郎口中所说的 想要离开 并不是离开巨员 而是从酒店辞职 酒店对于四郎来说 一直是个 充满幸福的地方 他希望为每位入住的顾客 送上无比幸福的一天 基于这段时间的经历 他逐渐感到迷茫 如今的工作内容 与他的预期不符 王者酒店的确华丽 在梦幻小组 也能挣到不少外快 但这些并不是 他想要的生活 思考过后 四郎决定打造自己的酒店 他不在乎酒店的规模 只想为客人带去幸福 听着四郎诉说着梦想 巨员意识到 今天不是求婚的好日子 他取消了今晚的活动安排 将手中的戒指放在一旁 巨员希望 在四郎追求梦想的路上 如果遇到应付不来的事 千万不要犹豫 要第一时间告诉他 四郎为深情的巨员感动 红了眼眶 不禁流下眼泪 说完了自己的梦想 四郎才想起 巨员约自己出来 是有话要说 巨员头脑风暴过后 告诉四郎 无论他在哪里做什么 自己都会永远支持他 这时服务员走来 为两人拍合照 相爱的二人 手牵手 撅起嘴 做出轻轻的表情 在辞职前 四郎约会长吃饭 他向会长说明自己决定辞职 当四郎不再是王者酒店的员工 无需受制于会长 可以堂堂正正跟巨员在一起 在和巨员分开的这段时间 四郎意识到自己真的很爱巨员 已经到了离不开对方的地步 四郎心知会长对自己不满意 但他有自信不会让会长失望 会长十分欣赏四郎这点 为自己之前公私不分的行为 向四郎道歉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两人享受了愉快的一餐 接着四郎向同事们和小眼镜 一一道别 收拾好自己的物品 离开了王者酒店 四郎来到公交车站 面前停下一辆家常车 巨员从车上走下 给四郎送上花花 祝贺他迎来了新的开始 巨员还送给爱人一双高跟鞋 还是那句话 一双好鞋 会带着主人通往更加美好的未来 巨员蹲下身 亲自为四郎穿鞋 并感谢他这段时间 为王者酒店的付出 说完 四郎坐上巨员的车 巨员还不忘 让四郎给自己一千韩元 他听说送鞋的时候要收钱 对方才不会跑掉 四郎正准备掏钱 才想起自己乐极生悲 把物品遗忘在了车站 巨员急忙下车 拿回四郎的物品 四郎走后巨员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敲定了公司的未来走向 还为员工们准备了全新的休息室 配套的还有按摩椅和睡眠室 巨员身为社长后将小眼镜升职为部长 小眼镜有些失落 当初姐姐承诺会让她当上本部长 她为了意气拒绝诱惑 可如今却只得到个部长的职位 虽然小眼镜心里有些落差 但总归是升职了 为了安抚小眼镜 巨员还送给她名牌表 小眼镜的心情立马变好 愿意为了酒店鞠躬精粹 酒店的大小事务已经安排妥当 巨员开始处理家事 小少爷即将回到美国读书 巨员劝姐姐 不要让小少爷像姐弟俩一样孤独地生活 小少爷为了不成为姐姐的负担 才懂事地选择回到美国 身为大人的他们 也该为孩子尽一份力吧 姐姐表面上反驳巨员 但在送儿子到机场 看着儿子登记的身影时 姐姐改变了主意 决定把儿子留在身边 母子俩一起转身回家 另一边四郎也没歇转 他正在寻找适合做酒店的房子 一遍遍跟着中介看房 想要找到自己心仪的房子 但总是失望而归 在看房了无数次后 四郎终于找到了有演员的房子 他第一时间与巨员分享好消息 四郎签下房子后 奶奶拿出自己存的钱交给四郎 不止如此 上次四郎出差带回来的那颗山深 奶奶卖了一亿五千万韩元 这笔钱奶奶一并交给四郎 一下子三本存折摆在四郎面前 奶奶希望孙女不要被钱束附着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既然决定开酒店就好好布置 打造成世上最美的酒店 四郎十分感动 抱住奶奶 感谢奶奶为自己付出的一切 转天四郎来到买下的房子 开始装扮自己的酒店 打造成自己心中理想的模样 巨员也在开拓自己的事业 决定在全球开设连锁酒店 把王者酒店打造为国际级酒店 让每一位来到酒店的顾客 都能感受到服务人员真挚的笑容 没多久四郎的爱神酒店正式开业 傍晚四郎惬意地享受着烤肉 看着被自己装饰一心的酒店 满脸幸福 就租饭饱 四郎困意袭来躺床上小气 睡梦中的他却被外面声响惊醒 出门却发现早已等候多时的巨员 巨员为爱人准备了满蕴的鲜花 四郎感动不已 上前拥抱巨员 久久不愿放开 两人坐在院中闲聊 四郎把酒店起名为爱神酒店 是为了纪念两人爱情的起点 两人的缘分开始于民宿 所以四郎想打造一个充满爱的酒店 巨员听到爱人的话 顿时感动不已 眼看天色渐晚 四郎想要送巨员回去 可巨员却还想与四郎腻在一起 四郎也正有此意 他害羞地表示 就这样两人一夜缠绵 四日一起刷牙洗漱 甜蜜地用嘴喂食早餐 腻外地不行 爱神酒店正式营业 四郎忙得不可开交 巨员心疼对方 经常来酒店帮忙 又是修灯 又是帮忙倒垃圾 四郎却心疼 巨员每天开车很远 来到此处 看着对方隆隆的黑眼圈 四郎劝他好好休息 暂时不要再来了 他会找个兼职生帮忙 一听对方要找兼职生 巨员促一袭来 可看到酒店刚开业 四郎忙得不可开交 就不再阻拦 隔日四郎开始面试兼职生 没想到巨员也递上简历 四郎故意逗他 让他笑一个 巨员露出真诚的笑容 迎合着爱人 四郎被逗乐 让他下周前来上班 两人嬉笑打闹完 巨员郑重地向四郎表白 说完巨员拿出戒指向四郎求婚 四郎瞬间红了眼眶 连连点头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互相说着我爱你 幸福易于言表 两人互表心意后 一起来到奶奶面前跪下 四郎把未来准备与巨员结婚的消息 告诉奶奶 奶奶感动地流下眼泪 不停抽气 为孙女高兴 不久后 四郎和巨员的婚礼如期举行 会长父亲前来恭喜儿子结婚 父子俩冰释前嫌 父亲紧紧握着巨员的手 祝他幸福 仪式正式开始 身皮婚纱的四郎 缓缓走向巨员 两人四目相对 眼中满是爱意 四郎挽起巨员的手 两人一起走向幸福的未来 本剧结束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